我将路程,刚刚带着历练的师弟回到宗门,而我的宗门正是福生大陆八大宗门之首晚天宗,我本是个倒霉的穿越者,12岁时父母双双暴毙,随后我竟被晚天宗主说为清传弟子,仅仅六年时间就修炼到炼器七七层,是宗门三大天才之一。 在历练回来之后,师尊却忽然宣布要渡劫飞升,本来福生大陆的修士达到大乘七圆满后就可以召唤天节,渡劫成功后便能飞升成仙。 可是由于天道规则改变福生大陆,已经三千年没有天节降下过了,也不知师尊有几分把握,不过看着师尊自信的姿态,想必是有把握的。 师尊在宣布这一切后,将宗主令牌都传给了我,并叫我次日晨时去见他,就离开了,看着手中的宗主令牌,我正向往着从此屏幕清云。 不过另一位宗门天才却不满地说了一句,才不配为地友灾祸,呵,不满又有什么用?谁让我的师尊是宗主呢?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师尊的飞升地,原来师尊是让我来观看飞升过程。 此刻,我内心感慨到,师尊对我是真的好啊。 很快师尊就念起了引雷诀,空中乌云密布,雷电汇聚,不时雷电劈了下来,不过却劈在了我的周身。 我一边闪躲,一边呼喊着师尊,却不想师尊这时施了术法,进深咒,令我动叹不得。 瞬间,我就被雷电击中,在我倒下的时候,耳边传来声音,是不是很不解,我为何不救你?天节,又为何会攻击你? 因为正是你招来的天节啊,路程,你是天生的招灾体质,这种体质也只是在宗门秘传中才有记载。 你本是千灾之体,不过在未受心力学的培养下,你终于成为了万劫之体,这片大陆本不该再有雷阶降临。 不过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即便在这先决之地,也免不得遭到天打雷劈。 听到这里,我愤怒不已,竟然被人当引雷针了吗?周灵阳,你个混蛋。 而此时,他竟还大言不惭地说着,如果不是他保护我,早就被天节劈死了。 忽然,掌门令牌飞了出去,竟然被他附加了,偷天换日诀,想要漫天过海,以此飞升。 周灵阳,就算我死,你也休想成功,我就准备实践自吻,竟被他凌空一指,击碎了武器,转眼间,我就被雷霆席卷全身,而他也就此飞升。 可恶,就在我垂死之时,脑中闪过片段,前世车祸,司机陪葬,穿越今生,嗑死父母,外出历练,同门遭害,就在这痛苦的回忆中死去了。 忽然叮了一声,系统通知您,已触发绝死结,已成功激活系统,随着系统的激活,我也醒了过来,我竟然还活着,就连身上的伤,也都愈合了,看着眼前的系统提醒,这难道就是开挂必备金手指,系统弹出通知,您已度过绝死结,奖励复活一次,已使用,随后,又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没想到,竟然突破了,还有新手大礼包,就在我查看系统时,周边不知何时, 回上来一群练气巅峰的妖兽,凭现在的实力,肯定是对付不了的,看来只好打开新手礼包,祈求给个神器仙器吧,没想到,竟然是给了个功法万劫不死金,这让我怎么打,随后,系统提示您的真气,将附加万劫不死金属性,看来也只能活马当成死马衣了,对着冲上前的妖兽,抬手就是一剑,没想到,这随手一击,竟然附加了一丝天结之力,看着不敢向前的妖兽, 你们这群畜生也知道怕了,不过晚了,转瞬间就将妖兽全部斩杀,随即又看了看系统面板,斩杀妖兽获得了七点结束,就是不知道这结束可以做什么,还有这个日节,到底是什么,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召唤,天空中再次乌云密布,雷电汇聚,还来,这怎么还没完了,又是一阵雷电礼疗, 不过还好只是相当于筑机器的强度,抗了下来,在看向系统面板时,结束变成了12,日节时间也做了调整,难怪叫日节啊,每天一批啊,在大致了解了一番系统后,我又整理了一下思绪,万节之体记载在《晚天秘传》中,如果被那群老家伙发现的话,我必定得沦为他们的镀劫工具人, 而且由于周灵阳的境界太高,立压了其余七宗千余年,这千年来,宗门累积的修炼资源肯定十分惊人,其中工法,丹药更是可以直线提升我的修为,虽说名义上的师尊,已经飞升了,宗内长老,定不会让我稳坐宗主之位,不过我现在可是,生存霸子的存在,无论如何,都要争上一争,周灵阳,你就在仙界,等着我来复仇吧,经过日节洗礼后,我整理好状态,回到了宗门, 很快,宗内长老及核心弟子都聚集到了大殿内,他们都想知道周灵阳是否真的飞升了,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原长老与萧长老都在感慨宗主能力非凡,大长老得莫不作声,原长老又问道,师子周师兄,有没有传授给你召唤天节的法门?没有,若是有传承想来师尊,也会直接留给宗门,就在一众人在窃窃私语时,大长老开口了,既然宗主已经飞升,也没有留下传承, 那么我们也该重新推举一位宗主继承人选了,原长老也附和道,没错,师兄飞升后,我们宗门实力几乎下降了一半,必须有一个足够优秀的继承人,方能护住宗门名誉,听到这里也明白了, 这群人并不打算让我继任宗主啊,大长老再次说道,陆成师职,你十二岁才入门,岂不较晚,虽然周灵阳看重你,不过肖师职与秀秀天父都远胜于你,在我看来,你还是把继承人的位置让出来对宗门比较好,听到这,我直接打断他,怎么大长老一直以感知强大著称,难道没发现我的气息变化? 大长老探查一下后,惊呼道,你突破铸鸡了?是啊,我借助雷杰的力量,就在昨日,已成功铸鸡,此刻一旁的众人也都感觉到了我铸鸡的气息,不过肖长老却依旧不依不饶道,就算铸鸡,也是勉强追上青油罢了,原长老却搅起浑水,失智年纪轻轻就已铸鸡,当称天父异禀,是我晚天宗,当心之兆,大长老也不好多说什么,既如此,你们三人同列继承者, 绝逐宗主之位好了,不过静嘴的鸭子,哪能让他飞了,我大步上前,师尊飞升前,你亲自任命,我入城,就是晚天宗,新一任宗主 众人听到我继任宗主之后,大殿里直接炸开了锅,分分议论起来,肖长老更是不屑道宗主亲自传位,真是荒唐至极,我是师尊亲传,继承宗主之位有何不可,难道不传位给我,传给肖长老吗? 肖长老被我对得冷汗直流,休要胡言,本长老绝无此意,哼,看来肖长老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今浮生大陆门派众多,晚天宗更是八大宗门之首,作用无数天才地宝一直被其他门派寄予,而此时,师尊刚刚飞升,信任宗主,如果修为何潜力,都不如师尊,他们会怎么做? 如今,我天赋觉醒,已远超同门,师尊让我继承宗主之位,自是顺应大事,就在我刚刚讲完,肖青,游走了出来,路程,你只不过是借助宗主飞升机缘踏入住机,我可不信什么天赋觉醒,可敢与我一战,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正愁没机会立威呢,一朝之内,我若不能胜你这宗主之位,就让给你做,肖青游听过,提见就冲了上来, 看样子,还是个灵品法宝,不过,在我面前无用,一阵烟尘散去,我单手捏住了剑尖,就这,也太弱了,师姐,得罪了,只一掌就将肖青游击飞出去,还有人,想切磋一下吗? 另一位天才秀秀师妹,连忙摆手不我不要,肖长老,在查看过肖青游的伤势后,竟然指责其我刚刚驻击,就重上同门,狂妄至极,今日我就带师兄管教管教你这后辈,今日,我就带师兄管教管教你这无知后辈,随着肖长老公去,路程并未闪躲,就比你可奈何不得我,显然这句话进一步激怒了肖长老,区区驻击,也敢挑衅合体期,我今日定要狠狠教训你一番, 而路程指挥道肖长老,这是你自找的敬酒不吃吃法酒,随即催动宗主令牌,开启护宗大阵,无数法则铁链,盘均出现,将肖长老捆了起来,肖长老奋力挣脱几下无果后,也明白这只是暂时的,我看以你逐击的修为能撑多久,路程则直接承认,啊,对对对,但师尊既然传位于我,又岂会没有防范,你们应该都能感应到宗主令牌已经被下了禁制, 除了我,谁也无法驱动这令牌,别逼着我,于此往后,否则拉着整个宗门的家底陪葬,我也不亏,见到这一幕,原长老再次出来打圆场,肖凤宁,既然是周痴兄安排,就给路程一次机会如何,更何况,如果没有他控制宗主令牌,宗门内核心大阵,珍宝库藏,秘境境地,都无法使用, 你应该知道,这意味什么,而大长老此刻也说道,路施直确实有魄力,今日却是三长老有错,我等,可暂时承认,你的宗主身份,路程也明白,他们不过是怕宗门抵运,全部陪葬财服软,并非真正承认自己,不过眼前这关,也算混过去了, 多亏了当时周灵阳不解释使用令牌,施展了偷天换日诀,导致令牌中残留天节之力,自己又正巧有万节不死功可以驱动,能够暂时压制肖长老,已经是勉强,见好就收吧,此一集,路程开口道,既如此,念在肖长老往日功劳上,暂饶你一命,说罢就撤了阵法,谁还有异议吗,并未有人作声,原长老则喊了一句,恭请宗主上座,众人也跟着附和恭请宗主上座,路程坐在宗主位置上, 立即说道,今日起,我就是晚天宗宗主,方秀秀萧庆游,身为我左右不法,其余人等职位不便,各司其职,众人只得称是,晚天宗亲竹风,路程比关之锁,路程又度了一次日节,感慨到,这日节越来越强了,但结束奖励却依旧是五点,升级修为所需,却足足提高了十倍,如果修行速度跟不上日节强度,很快,就得被劈死了,看来得到系统商城里,找找保命用的了, 在福生大陆修行物资分为天地零番四个品级,真不知道系统是什么来路,出售的商品最低都是地品,甚至还有天节法宝,只可惜系统商城里,只能使用先时兑换,且只能靠系统任务获取,短期内突破金单和那一种天节,就不要想了,不过寻找上古奇物可以一试,毕竟宗门底蕴深厚,应该有机会, 随即路程找到原长老,先是客套了两句,不过原长老却很直接,路程,我与周师兄相识数百年令牌中的禁制,根本不是他下的,当时迫于行事保你上位,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个理由才行,路程也十分坦然,那令牌中蕴含的是天节之力,不然师尊怎会选中我, 这件事,我只对原长老一人言,我乃雷灵之体,先天与雷洁亲和,只要我达到合体期,也可以召唤天节,原长老听过后,拍桌而起,你说的是真的,路程,看着他激动的神色,心想道,当然是假的,你一个合体修士如若没有重磅利用,又怎会甘心住我,不过嘴上却说道,当然是真的,我宗大长老狼子野心,萧长老格局又太小,唯有原长老最由我被修士风骨,只要你真心服, 辅佐我,待我合体之时,定会助你飞升,原长老略意思索赌了,问道宗主想让我怎么做,路程也不含糊,直接说道,宗藏秘库,路程在原长老的带领下,来到宗藏秘库,不过一眼看去,店内却没有任何藏品,原长老解释道,需要通过正法调取,而且每件物品上都有禁制,不过凭借宗主令牌,可以随意取出,随后又提醒道,你虽然贵为宗主,但仍需谨慎选取,路程则表示, 等原长老离开后,路程拿出宗主令牌,给我出,随着花音落下,无数宝藏飞出,随着这些天才地宝飞出,路程收到系统通知,检测到上古奇物,云水碎片,路程将静置抹去,将碎片交给系统吸收,获得结束27点,先时加以,路程若有所思,一块碎片,顶了上午四日结,这样的话,五块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了, 这个上古奇物任务,确实是当前提升修为的最佳选择,不过,以大长老的为人,肯定不会让我安稳修炼,我得抓紧时间搜刮宗内的上古奇物了,很快三日时间过去了,路程走出藏宝阁,刚刚赶来的原长老,看到路程三天就达到了筑基两层,十分吃惊,路程则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竟然亲自来找我,原长老答道, 有件事需要宗主亲自出面,才能解决,附属宗门之一的玄水门,似乎想要转投明和宗,起初,是玄水门发生几起弟子暴毙事件,行茶汤,怀疑是明和宗做的,可玄水门,却各种堂测,不愿配合,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两家,暗地里勾结在一起了,路程分析道,是他们担心,晚天宗就此没落,所以选择另谋高就吧, 原长老则说道,却有可能,前宗主刚刚飞升,如果其余七宗暗中离间附属宗门,那我们八门之首的地位恐难保全,所以长老会商榷,觉得宗主亲去玄水门,稍微展露下天赋,应该就可以稳住局面,路程听过后,立刻就明白这是大长老打断自己修行的借口,不过那块云水碎片是玄水门献里来的,那就走一趟吧,玄水门收到晚天宗的传书,得知新任宗主, 会清零玄水门,宋渊带着众弟子在山门前等候着,忽然空中风声大作,一条竹脚呼啸而来,是晚天宗的坐骑,玄水门弟子都羡慕不已,宋渊看着来人也深感棘手,竟然派一位原因九层的唐主做护卫,还有两位天才做侍女,还有这新宗主也太年轻了些,很快众人就将路程一行人迎到会客厅,玄水门副门主也前来作陪, 催悲幻展间无不夸赞陆成年轻有为,陆成看着他们对门中弟子暴毙一事绝口不提,暗子想着该如何提起话头,就在这时,有一位身着黄衣的人急匆匆跑了进来,原来是宋渊的公子,前来禀报,门内又出事了,宋渊直呼马买皮,上宗来人你看不到,江河快将你师弟送回去,不过陆成的此机会怎会轻易放过,且慢,别因为我等耽误了柜门的钥匙, 何况玄水门是我宗附属,如果有何难事,我等身为上宗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然后对着宋天灵讲道说说,看什么事让你如此慌张,宋天灵也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刚刚门内又发现有弟子莫名暴毙,陆成抓住机会直接发难,悠悠,看来不是第一次啊,宋门主解释一下,一旁的宋渊还想糊弄过去,区区小事,陆宗主日理万机,不必深究,陆成直接 开爱而起,小事,门内弟子性命攸关之事,你认为是小事吗?宋渊刚想解释一下,直接被陆成打断,宋门主不必解释了,我只相信眼见为实,在宋天灵的带领下,来到了事发地,推开门的瞬间,血腥味扑面而来,陆成进入房内查看一番,随后向身后的宋天灵问道,这就是你说的,莫名暴毙,碎成这样这明显是被人为砍断的,宋天灵连忙解释道,刚才还不是, 是这样的,随后,问向一旁的守门弟子,有人来过?没,没有人来,此刻,江赫在一旁说道,师弟,他们只有练习期,想必就算有人进来,他们也察觉不到,宋天灵,则十分懊恼,都怪我,自己留在这里看守就好了,宋渊站在屋外询问道,陆宗主,和堂主,可有什么发现吗? 陆成回到,尸体被分解得太严重了,暂时没有发现端倪,不过宋门主不必担心,如我猜想的没错,修手应该很快还会有动作,我们就在门上多讨扰几日了,随后,陆离就回到了房间休息片刻,因为外出,暂时,将日节累加起来,不过,想想叠加后的累结踢下来,肯定更酸爽了,就在陆成思虑的时候,屋外传出巨响,陆成连忙出去查看,竟然是萧清游在砍出泄愤,凭什么和堂主去接? 先是宋元,秀秀去调查情报,非要我留下当门童,陆成只好解释道,师姐,你这个脾气,让你去调查情报,你还不得把悬水门拆了? 不过,晚上倒确实有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拜托师姐你了,如果是,你会舍得将娇滴滴的师姐留在灵堂吗? 此刻,萧清游正在抱怨着陆成,竟然把自己派来看守灵堂,忽然,一阵阴风吹过,蜡烛熄灭了,这可把萧清游吓了一跳, 不过,他立即拿出了法宝长剑,呵斥道是谁在那装成弄鬼,只见一具尸体破关而出,眼露红光地盯着他,萧清游正诧异,这不是白天那具碎尸骂是谁给拼接起来了? 刹那间,那怪物已经向他冲去,眼见闪抖不开,也只能抬手释放一个玉灵盾抵挡,不过,还是被那怪物一击破去,萧清游被震退一步,怪物再次攻去,萧清游提剑施展玉灵剑绝,与他对轰了一下,竟是不敌直接被打飞出去,幸好被赶来的陆成接住,怪物此刻也走出灵堂, 萧清游提醒了一句那怪物实力不俗,却不想陆成一记从天而降的长法已将怪物解决了,陆成正想吹嘘几句,没想到灵堂中的尸体竟全部融合到了一起,看着眼前的怪异组合,陆成心中念叨,多亏了在系统商城兑换了截炼秘法,了解过这东西,不然非得被吓死,上午看到那尸体的时候就察觉到有炼尸的痕迹,不过碎尸复活并且可以聚合成一体的可不多见, 看来还需要试一试,随后陆成与那尸规站了起来,在交手过程中,陆成吐槽道,果然是水星之力,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泉水门内众人赶了过来,宋元看到眼前一幕,竟直接使出一跤大腹部之术,陆成直呼拦住他,别给我整感冒了,和堂主已掌破去宋元的大腹部之术,令宋元十分不解,你们这是何意?陆成则表示,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这一招下去,这尸规怕是毛都不剩了,还怎么调查?宋元却辩解道,我只是紧张陆宗主的安危,才出手,别误会,陆成却说道,那这心领了,不过我自有办法解决,和堂主困住他,随后就冲了上去,一跃而起来到尸规的头部, 而尸规此刻也被禁宣咒困住了,陆成意见插入天灵学,施展起截恋秘法,转瞬间尸规就被打回原创,随时散落一地,众人连忙围上前来,就连宋元也赞叹,陆成确实年轻有为,实力超群, 不过陆成却表示,客套话就不用说了,直接点吧,我已经知道这尸规的炼制手段,以及你们下弟子暴毙的原因,还不等宋元开口,宋天灵就急切地喊道,是什么原因,陆成看了一眼,宋天灵继续说道,所谓的暴毙,看起来像是走火入魔所导致,其实不然,因为他们修炼的功法,看似没有问题,可实际,确实将活人炼成法器的法门,这功法,会改变修行之人的身体,使精血真气,汇聚到的, 会在丹田,形成血核,当血核的能量到达极限,就会破体而出,致人死亡,这血核,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器,只要提前给血丹注入真气,就可以随时将尸体炼成尸规,白天的碎尸案,也只是为了掩盖真相而已,而你宋天灵之所以这么上心此事,是因为你也修了这功法吧,而且你不确定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你自己,在听过陆成的一番言论后,宋元一把抓住宋天灵的手臂,探查起脉络, 陆成略带讽刺的说道,宋门主,现在还要心心作态,宋元,十分不解的说道,你这话什么意思,陆成好笑到堂堂原因修士会察觉不到他们修炼的不是玄门重宗功法吗,宋元也是一脸猛,陆宗主,误会了,这功法,是天灵历练时,机缘巧合,所获传承,巧合获得明和宗的传承,可真是巧啊,宋天灵听到这里,直接跪倒在地,陆宗主, 那功法确实是我历练所得,不关父亲,与宗门的事,我现在悔恨不已,死不足惜,可如果你有办法,请救救那些无辜弟子吧,陆成,看着贵倒在面前的宋天灵说道,你慌个求,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那你们也是受害者,这件事,我自会查明,如果你能交出那功法,我也许还能帮你们破去隐患,随后,陆成在翻越过功法后, 确定了炼制实规的方法,不过,想要帮忙破除隐患,你们旋水门,可得大出血了,很快,陆成找到旋水门正在意识的众人,宋天见陆成到来,连忙询问道,陆宗主可找到补救之法,如有需求,尽管吩咐,陆成,也不客体,直接开口道,我曾在宗内见过一件潜光水晶法器,是旋水门所现,这法器在炼制时,因是掺入了一些,稀有水属性材料,能够克制该功法, 如果柜门裤藏中,还有这种法器,交给我提炼解药,便可轻易破除功法隐患,此时在场众人,无不以为陆成想要打宝库的主意,甚至,还有门中长老,直接驳回,别做梦了,陆成解释道,各位可能误会了,我只需几件拥有该材料的法器就好,副门主问道,请问陆宗主如何辨别,陆成大咧咧地说道,亲自看一眼就成,宋门主觉得如何,宋元心中,犹豫片刻, 不过为了门中弟子,也只好如此了,好,陆宗主,请随我来,陆成跟着宋元,来到雪水门藏宝阁内,系统不断提示,检测到上古奇物,云水碎片,陆成面露喜色,真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随即对宋元说道,我需要这几件法宝,以及一些灵药即刻就可以炼丹,随后,陆成就来到了丹室,吸收起法宝中的云水碎片,很快,结束增加了不少,鲜石也增加了七块, 陆成将截炼秘法升级至小城,随着一道蓝光浮现,系统提示截炼秘法提升至小城,获得大师级炼丹练起经验,此刻陆成的脑中不断闪过炼丹的画面,这一瞬间顶得上别人百年积累了,这样一来,今天就可以解决宋天灵的丹药问题了, 然后,陆成将剩余的结束全部加到了修为上,结束花光后,陆成又思虑了起来,玄水门的上古奇物已经收刮没了,难道以后还是得靠被雷劈吗? 算了,日节早晚都得度,不能再累加了,不然非得被劈死不可,在解决完自己的问题后,陆成开始练起丹药,很快他就从药阁中走出,性不辱命,也算不白费那几件法器, 就在这时之前就极力阻拦的那位长老又开始枪声,谁知道你练的是丹药还是毒药,小毛娃娃不会是把零要碾碎揉成团就出来了吧,不过却被宋冤拦住,够了,修得胡言,现在最主要的是找一位练过那功法的弟子试药,而宋天灵却在这时站了出来,不必了,让我来,这件事因我而起,自然是我亲自试药,陆成则夸赞了一句,小伙子,我看好你, 有担当是个带爸的,来吧,直接扶下就好,宋天灵接过丹药直接吞下,不过瞬间就疼痛难耐,眼眶充血,甚至想要自我了断,宋天灵在扶下丹药后,功法逆流,蹊跷流血,一口浴血喷出,竟直直地倒了下去,陆成只是看着并未说话,一旁的萧庆游十分奇怪,这是怎么了?和唐主解释道,宋天灵修为不断溃散,好像情况不太妙,宋冤此刻开口道,陆宗主, 你虽贵为上宗,不过现在我需要你给我个交代,陆成说道,当然了,我会给你个交代,不过我也有件事需要送门主解惑,你们明知功法中有明和宗的影子,为何还要弟子修炼?宋天十分无奈,你真的误会了,我并没有让他们去炼,可是那功法能够完善我玄水门传承,他们执意要尝试, 我身为门主自然无法阻拦,陆成听到这里后,拍了拍手,这么说来,令狼还真是舍己为人啊,就像刚才扶下丹药一样,听到这话,玄水门众人无不恼火难耐,宋冤更是直接动手,我忍你很久了,你真当我玄水门不敢动你不成, 说吧,一机水龙弹射飞出,不过直接被何宇挡了下来,宋冤知道自己不是何宇的对手,喊道,惊浪,红牙,素来助我,就在大战一处急发之时宋天灵醒了,并表示自己没事,陆宗主的丹药确实有效,一旁的杜品长老却再次搅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原因修士都看不出端倪,他一个筑机修士如何破解的,陆成这时解释道,他们的功法,就像真气凝结而成, 而我炼制的丹药,就像熊慌一样,天然克制,虽然燃烧丹田,十分痛苦,不过也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宋门主,如何?宋冤此刻,脸上哪里还有沙发的神态,双手接过丹药表示感谢,陆成则说道,不必客气,抓紧给弟子排毒,才是正事,宋天灵则在一旁说道,我这就去找他们过来,一个小时后,宋天灵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不好了, 那些弟子不见了,宋天灵匆忙来报,修炼诡异功法的弟子,竟然全部不见了,陆成暗暗感到不妙,先是碎尸,再是集体消失,这中间肯定有间隙,事情终究还是朝着最坏的方向走了,既然暂时没有头绪,那就先提升自身实力, 以防不测,很快,陆成悄悄跑出十余里,度日节,召唤日节,这次雷节,声势浩大,进一击就将法器劈碎了,陆成也只能展开万节不死金硬抗,随着三重雷节的轰炸,陆成的随身衣物全部破损,不过也勉强熬了下来,看着系统通知,度过日节,雷加三重,获得节数十五,陆成觉得,这太冒险了, 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累加这日节了,随后换了一身衣服,离开了这里,第二天,陆成的伤,都恢复了,再次照出系统,将这次的结束,全部加到了修为上,做完一切后,边往悬水门走,边复盘这几天发生的事,按理说,悬水门死几个外门弟子并非大事,就算有明和宗参与,也并不是非要他来,而且,如果是明和宗出手,又岂会如此小家子气? 看来应该是大长老设的局,想要支开自己,不过这趟悬水门,也不算白跑,就在路过一片树林时,陆成发现,有一人急事而过,什么人,在这种深山之中,还戴面具,十分可疑,看着修为并不高,陆成就悄悄地跟了上去,陆成,跟着面具人,来到一处山洞前,等到那人进入石门后,陆成也快步来到石门前,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躲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懂如何开启石门的路程,直接一掌封碎了石门,追了进去,在转角处停了下来,正巧听到两名黑衣人的对话,原来悬水门弟子所修诡异工法,教学继绝,消失的弟子,是被他们控制起来了,那两人继续说道,真没想到,上面费尽心思搞出来的工法,竟被助机器破解了,还好并不影响全局本来工法的作用,就是转移视线罢了, 现在只等门内知道机会引开何语,然后,我们假冒明和宗,除掉陆成,听到他们的目标,竟然是自己,此处好像也只有他们两人,那就得先下手为强,陆成瞬间就冲了出去,打了那两人,一个措手不及,一掌击中其中一人的脸部,将其红飞了出去,然后对着另一人说道,听说你们,想跟我碰一下,另一人抽出武器,陆成, 看样子,你是自己摸过来的,可真是愚蠢得很啊,陆成又开口问道,刚刚听你们对话,悬水门的事,都是你们搞出来的,那黑衣蒙面男,并未作答,死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自己去地底下问吧,提到就冲向了陆成,一刀挥到了空处,陆成侧身躲过,并一记斑若金刚指,打了回去,经过这一次接触,陆成察觉对方,起码有助机器层修为,不敢再拖大,黑衣人这边,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修的到底是什么功法,这速度和力量绝不是助机二层所有,在短暂的停顿后,两人再次对弓起来,陆成与黑衣男子被碰一波后,两人分平抗礼,互相上下,这时陆成使用万劫不死金,直接将黑衣人击飞,准备成圣追击时,竟被那人凌空翻转,躲了过去,此刻,黑衣人不再淡定,你真的只有助机,二层修为吗?那是当然,或真价实哦,不得不承认你确实很强,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接下来,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差距,随后黑衣人照出了一柄锯锤,看到锯锤时,陆成顿感不妙,是临街顶级法宝,那人趁着陆成惊讶的瞬间,就冲了上来,一锤轮下,灰土漫天,陆成也觉得十分棘手,不能硬碰,立刻向洞外急驰而去, 黑衣人修为占优很快就追了上去,陆成见逃无可逃,只得硬拼一下,那只这一锤威力甚强,将法器与护盾全部打碎,陆成也顺势被击退几百米,没想到,那黑衣人,转眼间又追了上来,还轮动起了大锤,来了一个花火,旋风回旋锤,在一阵浓烟散去后,竟然不见了陆成的踪影, 此时的陆成躲在了一块大石后,并未直接逃走,而是掏出了宗主令牌,准备最后一搏,令牌中还残留着当初周林扬的偷天换日公,只要能够引动一丝天结,就足够了,就在他沟通天结之力的时候,黑衣人发现了他的气息,不过历来反派死于话多,就在黑衣人慢吞吞地走到大石边的时候,陆成已经引动了天结,现在看看,是谁走不掉了,这个筑基七层的人,竟然被打雷吓到了, 执着陆成说道,可笑可笑,竟想用障眼法糊弄我,是不是障眼法,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很明显,黑衣人并不相信陆成可以召唤天结,竟使出法器技能,锯锤化为一条金色巨龙,盘踞在空中,随着他的指示,冲向了陆成,却不想被雷霆直接打断,重新化为法器砸落在地,看着缓缓走来的陆成,黑衣人撒腿就跑,不过,他怎么可能快得过天结,一道雷霆批了下来, 一切归于平静,就在黑衣人死亡的同时,摆在玄水门副门主面前的命牌也碎了,副门主看着眼前碎裂的命牌陷入沉思,门中之人能够解决他们的屈指可数,而且几位长老并没有动手的理由, 也只有可能是和玉栋的手,是被发现了吗?即便如此也晚了,但照约定,只要解决了陆成,这悬水门,以后就是我说了算,而另一边的陆成也揭开了黑衣人的面具,没想到竟是宋门主的大弟子江赫,顺便又检查了一下他的储物界,还真的找到了一封密信,看过密信的陆成怒不可遏,虽然有过猜想, 可是真没料到这老王八蛋竟然如此下作,在陆成,回到玄水门的第二日,竟遭到宋冤的质问,不等陆成作答,秀秀就跳了出来骂道,你个老不休,我们是来帮忙的,凭什么质疑我们?萧青游也在一旁帮襄道,不错,世宗弟子一事,我们也深感同情,可你们这态度有些太失礼了,不过金长老却开口反驳道,陆宗主前来调查弟子暴毙一事已有些时日,毫无尽情, 一展不说,门内弟子更是接连失踪,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帮忙吗?红牙副门主也表示,我玄水门的事不敢劳烦上宗费心,听到这里,陆成开口询问道,这是你的意思吗?宋门主,一旁的杜萍开口讽刺道,我早就说过,区区筑基二层修士能帮上什么忙,赶紧离开玄水门,这时宋燕才再次开口道,陆宗主也看到了,玄水门并非我宋某的一言堂,大家既然都这个态度, 那么就请回吧,杜长老,宋客,请吧,几位,别赖着了,好啊,宋渊,你要记着今日之事,日后你可别后悔,我们走,随后陆成就率领几人离开了玄水门,不过陆成并未选择乘坐逐交离去,而是选择了不行,就在一旁的师妹不解时,陆成却说道,别急啊,好气才刚刚开始,走在队伍最后的河宇想到了昨晚深夜外出的陆成, 看来是昨晚做了什么安排啊,陆成一行人离开泉水门后,正走着,天突然暗了下来,一道身影从树林中飞出,并向着陆成制出树柄匕匕首,全部都被和唐主挡了下来, 就在和宇询问是否有人受伤时,又飞来了百十把暗器,不过也被和宇的防护盾挡了下来,何方萧小,别躲躲藏藏的,出来吧,和宇话音刚落,红崖便从林中走了出来,和唐主果然名不虚传, 想在你面前搞偷袭,确实是小瞧你了,和宇看着红崖极其深厚的傀儡,原来这次选水门的事情,都是你搞的鬼,你残害自己门下弟子,有何目的? 红崖肯定道,是我做的,那又如何,本来只不过是想引来陆成这小子解决掉他,没想到你竟然会跟来,原本简简单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 陆成却并未觉得差异,也直接开口问道,是我宗大长老指使的吧,我很是好奇,他取了你什么好处,红崖看着十分淡定的陆成,也立刻明白了,看来江赫是死在了你手上啊,至于好处,帮他解决掉一个筑机二层的小修士,换我做选水门主,谁又能拒绝的了呢? 话音刚落,他就指挥着傀儡军团冲向众人,傀儡数量众多,不过也只是数量多罢了,何宇紧一击就全部回去,就这,是不是有些儿戏了? 红崖阴险一笑,面对原因九重的和堂主,我岂会如此小气,不过是钱菜而已,现在才是正餐,随着官国法器的爆裂,一群尸规爬了出来,悬水门那些消失的弟子,还有这方圆百里的散修全被失恋了, 才练出了这几句金丹诗规,希望和堂主能够满意啊,何宇看着红崖照出的诗规,说到金丹和筑机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倒是你的作为实在歹毒,让我很是生气,随后竟照出的品终极法宝,杀伐月,直接劈了下去,这一击智力恐怖如斯,红崖,你还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吧,直接红崖手指掐绝,从地底追出无数紫光,将何宇困了起来, 刚刚的尸规不过是障眼法罢了,这阴煞风足阵,才是为你准备的,以刚才被你毁掉的尸规尸煞之气为基础,足够困住你半个时辰了,何宇用沙发跃尸了一下,仿佛砍在了空处,不过他也看出了漏洞,这阵法需要你一直维持吧,既然你也无法行动,又有何意义? 红崖咧嘴笑道,和堂主怕失望了,我可不是来与你鄙视斗法的,更何况,也并非我独自前来啊,何宇听过后,立刻喊道,陆成,快跑,空中却突兀地传出声音,想逃,完了,金长老现身,并锁定了陆成,去死吧,小鬼,就在无数匕首将要击中陆成之时,被一道黑影全部挡下, 竟是杜平长老来了,红金二人看到杜平之时皆是一愣,就在这瞬间,红牙被一击打落在地,红牙看着来人不甘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宋元呵斥道,你这狗贼,为何要如此行事?昨夜陆宗主与我商议时,我还并未相信,你们两人,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见到宋元门主呵斥着红牙,萧金游意识道,这一切都是陆成部的局,他竟侦查出了悬水门的真相,我和陆成的差距 真的这么大吗?而另一边的金长老则质问着红牙,他们怎么会知道计划,我真是鬼迷心窍,信了你的鬼话,红牙此刻,如同风魔,一掌洞穿了金长老的丹田,将原因直接扯了出来,事已至此,只能破釜沉舟了,暂见你原因应用等,解决了路程,我当了门主,就追封你为副门主,说过之后,红牙直接将原因吞了下去,施展起魔宫是零大法,倒气化身超二,和宇看着修为暴增的红牙说道, 看样子,快到达园音巅峰了,不过,应该是暂时的,路程,你带他们两人快离开,动起手来,无暇照顾你们,路程,也不矫情,手牵着手转头就走,在路程离开后,和宋渡三人冲向红牙,速战速决,路程牵着师姐妹,飞出很远,方秀秀暗道,距离这么远,应该不会被感应到了,在他身侧的肖心游正疑或被什么感应,方秀秀突然撒开手,拿出武器,席向路程背后, 肖心游连忙提醒小心,并上前挡下了这一击,路程对这一切也始料未及,连忙抱住肖心游,并注问道,方秀秀,你干什么? 方秀秀仿佛并未听到他说话,而是嘲讽道,肖师姐看不出来啊,平日里跟他对着干,关键时刻居然舍身相救,肖心游也十分不解,师妹你这般做是为何? 方秀秀呵呵一笑道,为什么杀路程?这还不够明显吗?当然为了宗主之位啊,听到方秀秀说要当宗主,路程还以为他是为了大长老慕容奎, 却不想方秀秀反驳是为了他自己,为了继承宗主之位我隐忍多年,谁知道宗主竟然捡了你这么个丧门心回来,当初我还不理解,可宗主飞生那天我就都懂了,路程听到这里,将肖心游放了下来,照出大锤与方秀秀站了起来,经过几次交手,路程发现方秀秀竟然是驻击后期,方秀秀则则是大方地承认道, 当然了,本小姐隐忍近十几年,就是为了宗主飞生后,斩悟头脚,争夺继承人之位,现在就要除掉你这个绊脚石,路程也只好使出法器技能,一道龙影呼啸而出,直接将方秀秀击退了回去,路程还想要劝他投降,却不想方秀秀并不领情,而是将武器甩了出来,就在路程躲开之时发现了不对,武器静奔着肖师姐去了,连忙发动,万劫不死功,追了上去, 在最后一刻接住了,不过他也被身后的方秀秀捅了个透心凉,你们两个真好笑,你救我,我救你,却都逃不过要死的结局,路程倒在了地上,方秀秀,你真是太卑鄙了,现在想来,周灵阳飞生那天,你也一直在一旁偷看吧,我竟然没能早些看穿你的嘴脸,方秀秀则表示,是啊,不过,我可没告诉慕容奎,毕竟你的能力被他知道的话,他是会不顾一切的留着你, 就在方秀秀准备痛下杀手之时,突然被击飞出去,路程将死之时,竟是被想杀他的红衙救了下来,红衙一把拉起路程,在何宇追来之时,直接再次顿走,原来是趁着宋渊一时大意逃出来的,何宇此刻脸色铁青,保护路程是我职责所在,你们照顾好我总两位女弟子就好,说吧,成天而起,再次追去,红衙凭借遮掩气息改变方向 并是拖到了入夜,觉得应该不会再被追上了,才停下恢复一番,在休息片刻后,路程醒了过来,红衙威胁道,乖乖听话,别乱动,不然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你变成一具尸体,路程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看来,他是被当作人质了,又过了一阵,红衙准备再次顿走之时,空中飞过一只大鸟, 竟是一只能够比肩原音修士的四阶妖兽,而且大鸟身上站有一人,还张口问道,你,就是新任晚天宗主,路程吗?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不过那女人并未作答,只是一招手,路程就腾空飞了起来,不过红衙却抓住了他的手臂,阁下到底是谁?乖你做齐,身份应该不俗,这人可是晚天宗大长老要,不等他话说完,那女人又一挥手,直接将红衙 红衙进步在了原地,随后将路程引到了鸟背上,路程紧张地问道,你要带我去哪?被注意,路程被那只大鸟拉走远去后,红衙才能够动弹,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抬手就可以禁锢我,难不成是合体大修士不成,就在红衙参与之时,一人笔直地打落在他身后,竟是何宇追了上来,诸问道,路宗主在哪?而此时的路程正坐在鸟背上赏风景,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谁? 是谁了吗?那女人并未回头直接说道,我叫顾清云,前些天就是你帮周林扬飞升的吧?听到这话,路程脸色大变,顾清云继续说道,不用惊讶,我知道的,远比你想得多,我来找你,也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些忙,随后扔给路程一枚储物借,这里边有很多衣服,你换一套,看路程并不理解,又解释道,现在你的样貌可是被各大宗门所熟知,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只能请你换一身行透了,路程暗自分析着他话语中的含义,避免被其他宗门认出,又要带我去北诸域,他应该是林慎宗的人,想让我帮忙应该是想借助我的体质飞升,不管如何我都得找个机会跑路,一夜过后,何宇压着红牙回到晚天宗,并汇报了所有事宜,此刻三位长老问道,路程真的被一名合体修士带走了,何宇则肇事回答,没错,一切都是因红牙而起, 此事也是他亲眼所见,而且他还说,路宗主遇害一事,是大长老您指使的,大长老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修德胡言,此人交给我好了,日后,我倒要当面问一下宋约,为何他的副门主要加害我宗宗主,还胆敢污蔑于我,这时,萧长老发声道,路程那小子我不管,我只关心,你的弟子差点杀了我孙女这是怎么办, 大长老又是轻描淡写的略过,小辈之间打打闹闹,不过是无心之举罢了,萧长老哪里肯罢休,胡说八道,你个老东西,不过却被大长老打断,行了,萧长老,回头,我会让他赔礼谢罪的,当务之急,还是那名合体女修,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听到这里,原长老陷入沉思,南部城还有其他人知道路程的特殊体制,打算召唤飞升雷劫,而此时的路程正坐着飞鸟路过一片荒芜之地,他随口问道这里是置物荒地吗,顾清云回答道,不错,此处是前往北诸域最快的捷径,路程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心中窃喜道,机会来了,在确定下方就是置物荒地后,路程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终于被他发现了一处气息密集的地, 竟从大鸟上一跃而下,并将万劫不死经开到了全公律,周边土地中钻出无数大蜈蚣,路程则是一跃回到大鸟处,再见了您那,说吧就飞向了远处,顾清云看着冲上来的蜈蚣,仅是御手一挥,树道剑气飞出便将所有蜈蚣蓝腰斩断,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蜈蚣,就连逃离远顿的路程都感受到,应该是一只四界的成年是天无,你们逗吧,小爷先走了, 不过刚一回头就发现顾清云已经在他面前了,直接被带回了鸟背上,看着底下断成数捷的蜈蚣残肢,路程十分无语,顾清云则提醒道, 别再做这么无聊的事了,我对你并无恶意,路程则表示就算有恶意我也反抗不了啊,塞翁是马燕之飞服,到地方我自会给你解释,而此刻晚天踪, 何宇正与原长老汇报着,红牙被大长老指使一试,原长老则分析道,难怪前两天,路程刚上位,就传来玄水门要反叛的消息,他是早就安排好了,要引他过去,一旁的何宇十分不解,为何如此看重路程? 原长老则说道,他与我极为重要,所以我再次派你前往北诸域将他安全带回,如若不成,我会亲自出手。 另一处密林中,红牙竟被大长老手下人放了,还给了他一些法宝与丹药,并嘱咐道,前往北诸域诛杀路程,办成此事,投钱之事既往不救,并依旧会保你做玄水门主。 就这样,两方人满,再次出发,路程这边也不再想着跑跑,而是安心修炼,很快三个月过去了,路程也跟随顾清云抵达目的地诺云派,就带他疑惑来这里做什么? 没想到顾清云竟然是此派长老,此刻骆云派正在内部会议,顾清云则直接领着他赶了过去,原来正商议着联门大笔的人员安排,而顾清云则提议,由化名陈陆的路程顶替李长老之子参加联门大笔。 听到顾清云竟然想让路程出战联门大笔,李长老直呼荒唐,顾长老,你是何意? 外出云有两年,回来随便带一个不知底细的小子,就想要顶踢我的名了,你简直目中无人。 顾清云则反驳道,我洛云派在清月侠境内,是殿底的存在,这百年一次的联门大笔,就是我们翻身的机会。 而陈陆,天资卓绝,就是我为了这次大笔寻来的心地,听到这话掌门打断了他们二人。 顾长老,你是否清楚这名陈陆的底细? 路程则在顾清云的授意下,介绍起自己,弟子陈陆,本世中其欲散修,修行六年有余,今年刚好十八岁。 听到这里,李长老呵斥道,胡闹,我儿李莽,今年二十有九,资质在我洛云派,也算名列前茅,如今修为更是达到助击出气。 你一个十八岁的小娃娃,有什么资格顶替,不过下一秒,她就被啪啪打脸,因为此刻路程展示的实力竟也是助击期,就连洛云派掌门都激动不已,看着修为已进助击中期,果真天资卓绝。 不过,此时李莽站了出来,的确这位师弟天赋不凡,我自愧不如,可连门大笔,拼的并不是天赋。 陈诗殿,你想要这连门大笔的名额也可以,我向你发起挑战,只要你能胜我,这名额就让给你了。 陆诚虽然并不愿意参加什么比赛,可架不住人在屋檐下,很快,二人要比试的事情就传开了,不少门内弟子都赶了过来。 掌门也宣布,谁能赢得这场比试,谁就拥有参加连门大笔的名额。 现在比试,话未说完,李莽就抢攻了上去,直接准备放大招,却被陆诚以雷霆之势一拳正中胸口。 击退十米有余,惊得观战众人直呼不可能,李莽暗骂了一句。 这次蓄力之后,冲杀上前,可连陆诚的一脚都摸不到,一怒之下,竟开始无差别范围攻击。 几道攻击甚至打向了观战众人。 眼见几人躲避不开,陆诚连忙飞身上前。 浓烟散去后,陆诚挡在几人身前。 掌门也呵斥住了准备再次进攻的李莽,这次比试是陈陆获胜。 此次连门大笔,原内门弟子李莽的名额将归他所有。 李莽虽没有反驳什么,却暗暗地记下了这笔账。 而陆诚却并未因为得到名额有何变化。 这时脑中飘来声音,晚上来我住处,有钥匙交代。 事故晶云再给我传音,就在陆诚准备离开之时,被一名女子喊住。 妹子表示感谢刚才出手相救。 而陆诚也是一脸兴奋地看着她,原来是系统检测到云水碎片。 美女小师妹正在感谢陆诚之前出手相救,陆诚的心思却都放在了她的项链上。 二人交谈之时,其余两位师妹连忙上前。 秦师姐,我们快回去吧,因为比斗时你差点受伤,刚刚掌门都发脾气了,事后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云水碎片就在眼前,陆诚又怎么会错失良机,立刻问了一句,秦师妹。 你这项链与我一位故人戴得十分相像,可以给我看看吗? 顺势打听起项链的来历。 秦师妹则解释道,这项链是门内长辈送给自己的,是在万宝秘镜内某处遗迹里找到的。 陆诚疑惑地问了一句,万宝秘镜? 然后,单手处碰到项链的瞬间,就吸收了云水碎片。 秦师妹介绍道,只要参加了连门大笔,就能前往万宝秘镜了。 却不想身后的同门再次催促起来,只好告辞一声,匆忙离去。 陆诚也对这万宝秘镜提起了兴趣。 画面转到洛云派百里外,一处无人的山坳中,雷劫破空而降。 顾晶云在打散最后一道雷电后,开口说道,这一路过来,每七天你就遭受一次雷劫。 虽然威力不大,不过万劫之体竟然有这种能力,倒是我没想到的。 能够如此轻松地召唤雷劫,办起这件事也确实方便不少。 陆诚连忙问道,现在可以告诉我,不远万里将我带到这,到底是为什么了? 顾晶云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要你进入万宝秘镜,破解其内核心阵法。 这片区域灵气并不浓郁,可周围却有四家小型修仙门派扎根千年, 就是因为此处有一个被阵法隔绝的区域,万宝秘镜。 这秘镜之中资源丰富,灵气充沛,可是其内部阵法威力极强, 可以将进入的修士瞬间灭杀。 但有一次被人发现,每百年,阵法会有一年的衰减期, 可以供金丹之下修士进入,但人数最多几十人, 于是就有了这连门大笔,每百年选出三十岁之下的三十人进入秘境修行匿年。 陆成听到这里也大概明白了,就是让自己参加连门大笔, 取得名次进入秘境。 可你这么强的修为,为何不直接破去阵法? 顾晶云无奈道,我在此处已有百年有余,什么方法都是过了。 那阵法根本不可能从外部破解, 而且即便在内部也不是一般手段可以毁掉的。 但是,没想到机缘巧合下,竟然让我寻到了你,万劫之体。 陆成疑惑道,万劫之体跟这阵法有关联。 顾晶云没有回答,而是问了个问题, 你知道万宝秘境阵法的作用是什么吗? 陆成毫不迟疑地说道,当然是保护秘境里的宝物了。 顾晶云却说道,不,它的作用是用来隔绝这个世界。 这种阵法在这个世界总共有七处, 作为将整个天地隔绝起来的七个阵营。 这是上界仙人的手笔, 因此,你们这处天地,几千年来无法召唤天节, 没人可以飞升。 而你的万劫之体,刚好可以从内部瓦解这个阵法。 陆成听懂了他的意思, 不过还是有一些疑点, 听你的语气, 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修士吗? 顾晶云并不想再过多透露, 严禁于此, 这件事是在帮我, 也是在帮你们这个世界, 是否愿意全力助我, 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在与顾晶云交谈过后, 陆成独自在房间内消化着这些消息。 其实, 无论是帮助顾晶云, 还是为了云水碎片, 都应该去一趟万宝秘境。 在下定决心后, 陆成照出系统, 准备再提升一下。 这三个月, 都是在顾晶云的帮助下, 安全度过了日节。 也积攒了475的杰数, 还有十块鲜石, 不过就算将杰数全部加到修为上, 也暂时突破不了。 既然如此就只能依靠鲜石, 去系统商城里, 换点能提升战力的东西。 看着琳琅满目的天才地宝, 陆成也是选花了你, 不过这法宝最低都是地品下接, 暂时也无法变化。 看来能够直接增强实力的, 就只有功法了。 而且, 由系统购买的功法, 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参悟, 直接提股贯点, 甚是方便。 反找间, 看到一本奔雷诀, 与其他雷系功法同修可威力倍增, 这跟万劫不死精简直是绝配。 没有犹豫, 果断下单, 系统发货效率也是极快, 瞬间就将奔雷诀灌注到陆成体内。 在领悟过后, 陆成还是比较满意的, 万劫不死精是利用雷法刺激肉身, 从而强化。 奔雷诀则是将法力转化为雷法, 储存在体内一次性释放, 威力强大, 可也有弊端, 每天释放个一两次就是极限了, 否则很容易伤到根基。 至于具体如何, 只能改天找个地方再验证了。 虽然有一些实力提升, 不过陆成还是想要找一件法宝傍身, 翻动之间竟然真找到了个不同寻常的法宝。 陆成眉头紧锁思虑起来, 通天灵宝算是个什么品贴? 难道是天品以上的品贴? 可是又只卖一块鲜石, 还没有详细介绍, 难不成是个残次品吗? 这名字倒像是个高级货。 算了, 反正只要一块鲜石, 赌上一把试试看吧。 随后陆成便直接购买了这把玄天神剑。 系统的速度也是一如既往的快, 一柄光剑静置飞出。 陆成看着漂浮在空中的玄天神剑, 感慨了一声真帅啊。 玩梦幻的时候, 都没想过能拿上光武, 不免上前抚摸起剑身。 在刚处碰到剑身之时, 异象凸显。 玄天神剑进入陆成额头的系统印记内, 然后一道漩涡席卷开来。 竟直接将陆成拉到了一处异空间中去。 陆成在得知万宝秘境内存在云水碎片, 便决定无论如何都该走上一遭, 于是在系统翻找起可以快速提升自身实力的物品。 最后购买了一本奔雷诀, 还有一柄玄天神剑, 可当他触碰到剑身之时, 一变突生, 竟被拉入了异空间之中。 陆成适应了片刻后, 自言自语道, 这是在哪里呢? 却不曾想身后进传来生意, 这里是玄天神剑的内部空间。 陆成侧身看去, 竟然有一个周身被黑气缠绕的人向自己走来, 带到那人走近才发现, 竟然与自己长相一样, 还开口说道, 欢迎主人, 为了今天, 我都等了今万年了。 陆成一脸狐疑, 你似乎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看着对方逐渐逼近, 陆成后撤了一段距离, 而那个黑气缠身的家伙说道, 我是玄天神剑的剑灵, 您可以叫我玄天。 随后瞬间来到陆成面前, 画成主人的模样。 虽然听到解释是剑灵认主, 陆成依旧持怀疑态度, 系统购买法宝后, 居然就直接认主了。 而且这家伙虽然与我长相相同, 但却感觉一点也不像好人。 那剑灵似乎看出陆成有戒心, 于是再次说道, 我玄天孤身万年, 就是为了遇上有缘人, 从此将奉鸣为主, 为主人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虽然不可置信, 不过陆成也确实没有听说过, 其他拥有剑灵的法宝, 虽说只用一鲜石购买的, 想必应该算是系统福利吧。 再看着对方躬身抬手的臣服动作, 也打消了一些疑虑, 于是说道, 你叫玄天是吧? 既然你认我为主, 陆成本想拉他起来, 吓话都没说出口, 就被剑灵猙獰的目光给吓到了。 随后, 这剑灵竟然化作黑烟, 顺着手臂钻入到陆成体内, 陆成怒斥道, 你干什么? 只听脑中传来声音, 干什么? 我都说了, 为了今天等了近万年, 终于可以脱离健身了, 本大爷这就要夺舍了你。 听到这话, 陆成有些惊慌是错误, 该死, 竟然大意了。 不过, 那剑灵却在脑海中迭迭不休起来,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令我强行认主的, 不过区区筑基期休想让我玄天神剑臣服, 你这具身体, 我就收下了。 在这危难之际出现系统提示, 检测玄天神剑正在对其主人进行夺舍, 请问是否消耗三百点结束, 抵消此次夺舍? 痛苦万分的陆成不再理会消耗多少结束, 连忙喊事。 结束扣除掉的瞬间, 剑灵直接被强行隔绝了出去, 陆成也从玄天神剑的内部空间中跌落而出。 陆成在被玄天神剑的剑灵夺舍之时, 系统传来提示, 可以消耗三百点结束, 抵消此次夺舍。 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消耗结束, 随后剑灵就被强行隔绝出去, 陆成也从玄天神剑的空间中跌落而出。 摔落在地的陆成, 大口喘得粗气, 该死的系统, 竟然售卖这种东西, 害得我差点狗蛋。 就在这时, 脑海中竟然传出那剑灵的声音, 小的, 你刚刚做了什么, 竟然强行脱离了我的夺舍。 陆成则是惊慌地喊道, 什么情况? 你怎么还在我身体里? 剑灵回应说, 都已经认住了, 我不在你体内, 还能在哪儿? 不过, 你刚才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竟然能够脱离出来。 陆成并未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一句,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身为法宝, 竟然想要是主罗赦。 剑灵嘲讽道, 法宝, 那种低端货也配与本大爷相提并论。 行了小子, 今天算你好运, 竟能够抵挡住我的倾斜, 可如果再有下一次, 本大爷就不会再失手了。 随后就不再言语, 陆成也是待在原地。 不过很快, 陆成就离开了住处, 决定去找顾清云侧面打听一下, 看看他会不会知道一些玄天神剑的体系, 毕竟这东西留在体内终究是个隐患。 随后, 傲恼不已, 买这个破玩意没提升战力不说, 还平白耗费了三百点结束, 真是点子呗。 而这时竟然有人拦住了他的道, 你就是陈陆。 陆成被这话问得一愣, 对面那人明显是来找茬的, 问你话呢, 是不是陈陆? 陆成虽有些不怨, 可还是暂时压下了怒火, 是我, 阁下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吗? 来人这才介绍起自己, 在下冯天爵, 是洛云派内门大师兄, 也是这次参加联盟大比的弟弟之一, 听说昨日, 你与我这李莽师弟闹了些不愉快, 我今日前来想坐一次合适楼, 化解一下你二人间的戒弟, 你一下如何? 陆成随口问道, 你打算怎么个化解法? 冯天爵听到这话, 便开始讲道, 李师弟为了这次联盟大比, 准备了十年有余, 此事对他相当重要, 而陈师弟你呢? 刚刚加入洛云派, 就夺人所好, 着实有些不地道了, 卖师兄的面子, 将名额还给他, 从今往后在这洛云派, 有事你就找师兄, 我全都帮你解决, 怎么样? 陆成则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没兴趣,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们请自便吧, 李莽再次拦在了他的身前, 给脸不要脸, 你算个什么东西? 如果昨日不是掌门插手, 出言威胁道, 你小子出来乍到, 不了解冯某的脾气, 但也别以为有顾长老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 陆成则是反问了一句, 你能如何? 随后静止地穿过二人, 今天我心情不好, 别再烦我了, 冯天觉看着他竟然不留一点颜面, 于是, 指尖划出钢针, 既然你找死, 我就成全你, 直接发力将钢针甩向陆成的后背, 陆成则是手中汇聚一个雷球, 头都不回地, 直接将钢针全部打飞出去, 随后转头恶狠狠地盯着二人, 我说过了吧, 别再烦我, 这两人正在堵截陆成, 想要强迫他交出连门大笔的名额, 不过陆成丝毫颜面没给, 直接离开了, 看着态度嚣张的陆成, 冯天觉直接出手偷袭, 陆成连头都没有回, 一挥手就将钢针全部打飞, 告诉过你们, 别再来烦我了, 这次冯天觉没有再出手阻拦离开的陆成, 李莽还有些不满, 能够如此轻易地挡住我这穿云针, 这小子不简单, 绝不是一般的助击修士可比, 随后瞥了眼着急的李莽, 别着急, 李师弟, 这次不过是试探一下, 很快就会有人对付他了, 一个时辰后, 白玉楼掌门之子笑天登门拜访, 秦叔, 小侄对秦师妹绝对是一片痴心, 这次前来提亲可是带读了诚意, 秦掌门也略板头疼, 孝师侄上次微微已经明确地拒绝过你了, 这又是何必呢? 白玉楼成长老拱手上前说道, 秦掌门, 此次前来不光是为了我家少主的婚事, 更是为了你我两家往后百年的发展, 此方地界, 我们四派已占据千年之久, 可数百年来, 你我两家一直是垫底的存在, 造成如此局面都是因为联盟大笔, 门内弟子可以通过大笔进入万宝秘境, 增大突破金单的几率, 可福林门每次大笔都有四十人的名额, 我白玉楼仅有二十人, 贵派更是只有十个名额, 如此下去, 怕是永无翻身之日了, 秦掌门轻抚胡须, 那依贵派之剑要如何? 这时孝天说道, 家父的意思, 命小值前来求亲, 我与秦师妹都是掌门之子, 可谓门当户对, 从此两家结盟, 共同抗衡其他两派, 李长老忽然说道, 呵呵, 结盟? 对我洛云派有何好处? 只会让那两派更加针对而已, 孝天信心十足地上前说道, 若秦师妹同意与我洗劫连领, 除去聘礼外, 我把玉楼愿奋出五个联盟大笔的名额 与洛云派共享, 李长老听到这话激动不已, 此事当真, 就在这时秦巍巍出现在门口, 我不同意, 随后走进店内, 孝师兄, 两派联盟我没意见, 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强迫我, 上次我已经拒绝过你了, 我是不可能做你的道路的, 看上去孝天确实十分喜欢秦巍巍, 听到她如此说自己, 竟然有些慌张失措, 看着局面有些尴尬, 秦掌门说道, 好了, 此事太过重大, 容我等商议一番再谈, 孝师直一路周车劳顿, 天爵你先带他们去休息吧, 冯天爵领命后, 展开了他的计划, 孝师兄是真的对我秦师妹一往情深, 孝天一脸不耐, 废话, 这是四派皆知之事, 冯天爵继续说道, 那真是可惜了, 应是一对良人才对, 孝师妹也曾透露过对孝师兄有些许好感的, 孝天立刻发问, 当真, 那为何, 巍巍还要一再拒绝我, 鉴于而上钩, 冯天爵开始不边乱造, 所以说可惜了, 前些日子, 本门来了一个新弟子, 对孝师妹死缠烂打, 而且, 此人确实有些手段, 最近将情师妹迷的神魂颠倒, 孝天立刻大怒道, 是谁, 竟敢如此大胆, 冯天爵阴陷显一笑, 苏承, 这次我看, 你还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 遭到冯天爵的背后偷袭, 路程十分恼火, 又不能直接出手, 于是, 临时改造去了阎武场, 准备拿这个石头人撒一下火, 只见他先是师长万劫不死精, 随后一个剑步窜了出去, 在空中之时, 用处奔雷诀, 一击打出, 声势浩大, 真不愧是地品攻击法诀, 以我现在的修为, 一击就消耗了近半的法令, 这威力相当不俗, 一下就将这地一纲石造的石人打碎了不说, 就连有阵法加固的阎武士都被破坏成这样, 不过, 想要在这修仙世界中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点实力还远远不够, 所以, 无论如何, 为了云水碎片, 我都要去闯一闯那个万宝秘境, 经过发泄后, 路程走出阎武堂, 准备现在去找顾清云打探一下, 玄天神剑的事, 而平天爵已经带着笑天再次等候多时了, 笑天听说就是因为眼前这人, 情微微才拒绝了自己的提倾, 顿时摩拳他掌, 直接开干, 一箭扔了出去, 竟被路程轻易躲掉, 随手召回常见之问道, 小子, 你是叫陈陆是吧? 路程十分无语, 今天是怎么了? 都来找自己麻烦? 不过, 毕竟是在别人家的地盘, 于是问道, 你是何人? 笑天撇嘴一笑, 白玉楼, 笑天, 今日本少爷向你挑战, 继分高下, 也决胜死了, 路程听到这话, 转头就走, 这人多多少少有点毛病, 还起了个狗鸣, 笑天看着直接走开的路程, 气得直发抖, 小贼, 居然无视本少爷, 于是再次飞出长剑, 你给我站住, 路程来了一招空手接白刃, 今天你是第二个搞背后偷袭的了, 真当我好欺负不成, 既然你们一再咄咄逼人,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上一课, 笑天听到这话, 顿时甩出几张符路, 黄望, 今天定要将你斩杀于此, 路程也不再废话, 立刻将刚夺下的长剑扔了过去, 与俘虏碰撞在一起, 爆裂开来, 而他则是趁势冲杀上前, 一记勾拳正中笑天面门, 直接打飞了出去, 在旁观站的二人都顿感不妙, 因为路程已经又追了上去, 再次躲过俘虏攻击, 甚至准备动用奔雷爵捕捕上一击, 而笑天已无钢台的狂傲, 满脸的不可置信, 陈长老瞬间出手, 后发先制, 将路程拦了下来, 小贼, 竟敢伤我家少主, 笑天来到洛云派求亲, 抛去聘礼不谈, 还多附送上五个连门大笔的名额, 就算这样也依旧被拒绝了, 于是逢天爵抓住机会, 言语挑拨是陈璐坏了孝公子的好事, 然后竟直接带着笑天去堵截陈璐了, 却没想到, 笑天竟不是对手, 引得陈长老直接出手, 笑天看见突然出手的陈长老, 顿觉颜面无光, 你干什么, 快给我退下, 我要亲手弄死这小子, 陈长老转头解释道, 少主息怒, 掌门让我好生照顾你, 如今此人净伤了少主, 我定要拿下此人, 否则没法回去交差啊, 听到如此不讲道理的话, 陈长出言嘲讽道, 白毛小子, 这就是你说的分高下, 绝生死吗, 可真是开眼了, 这句话直接将笑天气的清清暴起, 小子, 你再说一遍, 陈长老却是不给机会, 直接出手了, 只见他镇臂一挥, 无数光球静止飞了出去, 空中才躲过打击, 却没想到, 那陈长老竟然再次出手, 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真是欺人太甚, 随后那些能量球在空中炸开, 陈长老一脸得意地笑着, 小子, 这下你不死也得扒层皮, 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只见空中雷云浮动, 像是有一道电光披落, 竟是路程使用奔雷诀俯冲直下, 陈长老单手撑起防护盾, 哼,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可他却没想到, 瞬间就瓦解了他的防护罩, 更是退后数步才卸下余威, 路程单手撑得勉强没有摔倒, 秀为差距还是太大, 权力一击, 竟只是伤了他的手臂, 而陈长老此时已是气得浑身直打战, 小畜生竟敢伤我, 你给我去死吧, 陈长老暴怒想要击杀路程之时, 突然被一声呵斥声喊住了, 给我住手, 原来是寝掌门赶了过来, 你二人在我洛云派如此行事, 是什么意思, 以为是在你白玉楼吗, 还是当老夫不存在, 面对秀掌门的质问, 孝天辩解道, 小直与这人有些私人仇怨, 还望秀掌门不要插手, 哼, 好一个私人仇怨, 若是你们小辈间的鄙视, 也就罢了, 可陈长老身为金丹修士, 竟对我派一名助击弟子出手, 甚至寄出本命法宝, 这是在欺我洛云派无人吗, 听闻此言, 孝天二人确实无话好说, 可偏偏在这时, 秦薇薇走到陈璐身旁, 陈师兄, 你没事吧, 看到这一幕, 孝天顿时轻轻抱起, 怒不可乐, 随后进入丧失礼制一般, 秦掌门, 我二派联合之事, 以后再谈, 今天我只要这小子的命, 五个连门大笔的名额, 立即双手奉上, 听到这话, 秦薇薇立刻跳了出来, 你休想, 你把我们洛云派当成什么了, 秦掌门也开口说道, 没错, 薇薇说得对, 就算联门大笔的名额再重要, 我都不会拿门下弟子的命去换, 天色也不早了, 我洛云派就不留两位了, 宋克, 眼间里又行不通, 孝天出言威胁道, 好, 好的很, 此事我记下了, 回去我会禀告我父亲的, 到时候有你们好看, 见无人理会自己的威胁, 只得离开, 还不忘放下狠话, 小子, 你等着, 等到这两人离开, 陆成来到掌门面前, 抱拳道, 多谢掌门结尾, 不必如此, 维护门中弟子, 乃是我的职责, 不过你得罪了这白玉楼的少主, 之后的联门大笔, 你可须自己多加小心了, 陆成微微一笑, 曲曲笑天, 故足为惧, 随后告辞一声, 就转身离开了, 秦微微也是等到陆成走后, 抬开口问道, 爹, 得罪了笑天, 不会有事吧, 秦掌门轻抚胡须, 因为一个不成器的顽固, 笑风云, 还能与我洛云派翻脸不成, 而且, 这陈禄的手段确实玄妙, 以助击修为, 就伤到金丹七的陈长老, 算得上是英雄出少年了, 这联门大笔在即, 就算为了他得罪了白玉楼, 也是值得的,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冯天爵听了去, 顿时面露不甘, 该死的, 我可不会让你夺落我的声望, 于是, 转头就去李长老处, 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 气得李长老直拍桌子, 五个联门大笔的名额, 都不换那个陈禄, 掌门糊涂啊, 冯天爵出言劝道, 李长老莫要动怒, 掌门怕是另有想法, 也说不定了, 能有什么想法, 他此举可还记得我, 可还记得, 洛云派的未来, 这时, 冯天爵再次挑唆道, 其实, 此事的罪魁祸首, 是那陈禄, 只要他一死, 李莽失地的名额, 也就回来了, 我洛云派, 还能多得到五个名额, 听到这话, 李莽立即高兴道, 冯师兄说的没错, 只要陈禄死了, 对我洛云派, 可是百利无一害的, 听闻此言, 李长老问道, 那又如何, 你们都与他交过手, 也都没占到便宜, 难不成让我这个金丹长老, 去偷袭一个小贝吗, 冯天爵再次阴险一笑, 长老莫及, 我这里倒是有个主意, 陆成全力使出奔雷绝, 与白玉楼陈长老, 被轰在了一起, 虽然伤到了陈长老, 但也因此历劫, 无再战之力, 就在陈长老, 想要抱起杀人的时候, 陆云派秦长们赶到, 就下了陆成一命, 更是喝退了白玉楼两人, 陆成在道谢一方后, 转身去往顾清云处, 在抵达顾清云住所后, 问出了心中疑惑, 通天灵宝到底为何物, 顾清云微微一仿神, 你是从何得知这个词的, 按理来说, 这个界面根本不可能, 会有通天灵宝的记载才对, 陆成自然不会和盘托出, 更不会将系统暴露出来, 而是早准备好的托词, 在晚天冬之时, 曾浏览过一本古书, 所以, 很是好奇, 前辈来历非凡, 想必是有些了解的, 不过听前辈所言, 似乎这通天灵宝十分稀有, 顾清云确定道, 自然是十分稀有, 这通天灵宝, 虽然属于法宝范畴, 但是, 每一剑都拥有自己的气灵, 可以说是夺天地造发的奇物, 哪怕在仙界也才堪堪百余剑, 而且, 无意不是被强大修士所掌握的, 不过也有一部分通天灵宝被称为邪宝, 是会是主罗舍的, 但往往这类法宝更要强横几个人, 陆成顺着话茬问道, 那这类通天灵宝为何如此凶残, 顾清云瞥了一眼他, 他问道, 如果这世间修士都知道你是万劫之体, 你是否甘心做一个提线木, 陆成脑中一闪而过, 周灵阳利用他杜劫飞生的画面, 也对, 自然是不甘心的, 随后顾清云问道, 万宝秘境一事, 你考虑的如何了, 陆成则是直接印了下来, 这万宝秘境我会去的, 听到他这么说, 顾清云一手一挥, 一道天街上堂的顿天浮出现在手中, 既然如此, 这张符路就赠予你傍身好了, 我虽然没去过万宝秘境, 不过经过多年打探,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这符路可在关键时刻, 就你了, 陆成也是一眼就认出了, 这东西珍贵非凡, 毕竟在系统商城里, 可是售价一百先十以上, 不过越是如此, 他心中越发不安, 那不是说明万宝秘境一行十分凶险, 面对他的质疑, 顾清云则是要淡然的多, 凶险是有的, 不过你若是不去, 怕是这世界都会有负面的危机, 到时你又怎可能自保, 陆成立刻反问道, 你这话也毫无根据, 要我如何相信, 还有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顾清云泰然自若地说道, 信不信是你的事, 我无法抢求, 至于我所求者, 等平安归来, 我自然会告诉你, 陆成在与顾清云聊过之后, 直接离开向自己的住处飞去, 虽然对顾清云的话, 有些怀疑, 不过这万宝秘境, 还是一定要去的, 就在经过一片树林之时, 陡然发现冯天爵和李莽在下方, 于是陆成巧声落在了一处树干上, 想要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冯天爵一脸怪笑地看向秦薇薇, 师妹, 你怎么这么蠢呢, 只是听说陈鹿在此, 就匆忙跑了过来, 可秦薇薇却并未理会她, 而是对着一名女弟子怒斥道, 刘玲, 你卑鄙,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秦童青姐妹, 你为何要设计陷害我, 刘玲则是嘲笑道, 青姐妹, 你快别逗了, 如果不是有个当掌门的爹, 就凭你的资质, 也配有同门,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现在, 我可是李师兄的女人了, 而你那掌门爹爹,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疯了吗, 而冯天爵则是笑道, 放心, 我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宗门啊, 而且就算一不小心被师父知道, 那也是陈鹿的锅, 可与我们无关, 秦薇薇立刻呵斥道, 无耻, 竟然想要栽赃嫁祸, 无耻, 那师兄就给你无耻一下看看, 随后, 冯天爵站起身,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我还有些私事, 想和师妹处理一下, 解决之后, 我再回来, 等到李卯二人离开后, 冯天爵举出一个小瓶子, 师妹别急, 用了这盒欢散, 你就会懂得沉浮了, 只见瓶中一缕粉末飘向秦薇薇, 随后, 冯天爵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 师妹放心, 我会好好疼你, 秦薇薇被吓得失声痛哭, 大喊救命, 而冯天爵更是兴奋, 叫吧, 叫破喉咙, 也没人能管你, 就在这时, 他竟突然被击飞, 力道之大, 竟直接嵌入石壁中, 胆敢偷袭我, 到底是什么人, 只见陆成缓缓走来, 挥手召回盘龙锤, 这时烟雾散去, 冯天爵也终于汗青挨人, 陈陆, 你怎么在这里, 陆成此时杀气凛然, 之前你们来找别人, 我本不想理会, 可现在去殃及他人,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冯天爵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立刻求饶起来, 师弟, 是我错了, 但我也是一时被改人所骗, 是李长老想要谋权篡位,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师弟就饶过为兄这次如何, 然而, 他哪里知道, 陆成将刚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无需多言了, 像你这种卑鄙小人, 今日, 我就替掌门清理门户, 杀了你这狗子呀, 这个阴险小人, 竟然对自己的小师妹下药, 就在他准备行不轨之事的时候, 竟然被人一击打飞了出去, 直接嵌入山体中, 来人正视陆成, 冯天爵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立刻服软求放过, 却不想陆成软硬不吃, 冯天爵指的拼死一搏, 将装有和欢伞的小瓶扔了出去, 陆成以为是某种暗器, 所以直接用盘龙锤挡了一下, 却不想瓶子直接碎开, 和欢粉瞬间清洗了他, 冯天爵则是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立刻打出川云针, 却没想到竟被轻松挡住, 真是可恶, 这小子竟然会有高阶法宝, 难不成是信布那娘们给他的, 不过还来不及多想, 只能跳到空中躲避那条金龙须翼, 令他没想到的还有陆成, 竟然拼着毒发加速, 强行运弓打了过来, 冯天爵也不愧是洛云派大师兄, 直接照出盾牌法宝防御起来, 只要顶过片刻功夫就能翻盘了, 只可惜他高估了自己, 更是低估了陆成, 全功率的奔雷爵岂是他能挡得住的, 这一次没有反转, 冯天爵元帝升天, 陆成也因为过度消耗法力, 有些压制不住体内的毒素,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一旁的秦薇薇好像也无法了, 此时正向自己走来, 还娇嘀嘀地说道, 陈师兄, 我好热, 下一刻就扑到了陆成的怀里, 我猜陆成三秒结束, 不知各位倒有做何想法, 面对热情如火的秦薇薇, 陆成竟坐怀不乱, 甚至直接将她推开, 秦师妹我知道你的心意, 可我大仇未报, 无心男女之事, 也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随后一直点在秦薇薇额头, 将她积晕过去, 看着晕倒在怀中的秦薇薇, 陆成脸色潮红, 不过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悸动, 带着秦薇薇回到宗门内, 由于吸入的和欢伞过多, 入夜许久, 陆成才将毒素全部排出, 与此同时, 秦薇薇也缓缓地睁开双眼, 立刻就发现, 并未在自己房中, 可她刚起身, 就看到陆成坐在一旁, 在回想起下午不堪的一幕, 立刻大叫了起来, 陆成则连忙解释道, 师妹放心, 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我只是怕去往你的规格被人发现, 所以才将你带到我这偏僻住所, 而且我已经用法力帮你将毒逼了出去, 听到陆成的解释, 秦薇薇面色羞红的恩了一声, 表示明白, 而陆成却在这时问道, 虽然冯天绝被我解决了, 可她想要侵犯你是事实, 而且这背后还可能牵扯到门内长老, 师妹打算如何处理, 秦薇薇毕竟是个女儿家, 刚刚遭遇那种事, 此刻竟不知该如何开口, 陆成看到这一幕,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让秦薇薇自己好好斟酌一番, 随后起身离开, 今夜你就在这休息吧, 我出去办点事, 一夜过去, 李莽匆忙的找到李长老, 爹, 不好了, 冯师兄一夜未归, 今早我去寻他, 却意外看到, 秦薇薇和陈璐二人一起去了藏宝阁, 听到这里, 李长老暴怒, 什么, 秦薇薇还活着, 你们昨天不是动手了吗, 冯天绝呢, 李莽连忙说道, 我看到他们二人之后, 就连忙去了昨天的地方, 赶到时, 冯师兄已经死了, 爹, 你说, 会不会是掌门出手了, 李长老先是吃惊, 但很快就恢复了心境, 不可能, 如果是掌门出手, 昨夜就该找上我们父子二人了, 而且, 你刚才说看到他们两人去了藏宝阁, 明显是没想通知掌门, 不过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一不做二不休, 必须除掉他们, 之前陆成就下了秦薇薇一命, 此时, 秦薇薇正带他逛着藏宝阁, 想要挑选几件法宝, 送给陆成当作谢意, 不过都被陆成蜿蜒谢绝了, 师妹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感谢的话就不要再提了,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师妹不必如此击挂, 秦薇薇看到陆成拒绝自己, 半开玩笑地说道, 难不成是藏宝阁内的法宝太低级, 入不了师兄法眼吗? 陆成嘴上解释着不是, 心里却乐开了花, 毕竟只是在落云派藏宝阁中转了一圈, 就吸取了大量的云水碎片, 获得了不少的结束和纤实力, 仅有十几件法宝, 却蕴含如此多的云水碎片, 看来万宝秘境将是我的发祥地啊, 就在这时, 秦薇薇突然神情沮丧了起来, 陈师兄, 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如实告知我, 陆成眼带笑意, 秦师妹请讲, 我定会置无不言, 秦薇薇随后讲出了心中疑惑, 顾长老带你来的时候, 说你是一名散修, 可是, 无论你修炼的功法, 还是所持法宝, 根本不像一名散修所能拥有的, 就连刚刚在唐宝阁内, 那么多法宝, 都未能使你心动分好, 这实在太奇怪了, 更何况之前, 面对白玉楼少主的时候, 一名散修怎么可能做到不卑不亢呢, 陈师兄给我的感觉, 不仅不像是散修, 到更像是修仙大派走出的传人, 还有顾长老自打加入落云派后, 便一直深居遣出, 从不争夺各类资源, 但这次竟然会因为连门大比的事, 与门内长老结怨,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如果说, 完全是为了宗门发展, 我是有些不幸的, 而且, 陈师兄出现的时机, 未免也有些太巧合了, 陆成心想, 竟然全被他说中了, 这丫头的心思, 还真细腻啊, 不过, 还不等陆成做出解释, 秦薇薇仿佛已经释然了, 无论是何原因, 陈师兄都两次出手救了我的命, 所以只要陈师兄不做出伤害落云派的事, 我都会全力支持你的, 随后, 竟突然亲了陆成一口, 然后就一脸娇羞地跑开了, 师兄, 连门大比要加油啊, 陆成则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香吻惊呆了, 北珠玉的女子都这般开放的吗, 随随便便地就吃我豆腐, 你等我从万宝秘境回来的, 不要找不回来, 三日时间匆匆流过, 万宝秘境即将开启, 连门大比也在这时正式开始, 万宝秘境即将开启, 四大派百年一次的连门大比也正式拉开帷幕, 这一届比试由弗林门的前长老负得主持, 规则很简单, 共百人参赛, 前三十名可进入万宝秘境, 等一下捉队厮杀, 胜者晋级, 陆成边听着比赛规则, 边看向四周, 原来冯天爵死后, 是由黎王顶替了他的位置, 不过自家这几名参赛选手都不足为惧, 还是要小心其他门派之人, 此时的孝天也对着师兄介绍起路程, 就是这小子坏了我的好事, 等一下师兄可要替我好好教训一下他, 刘狂孝则是信心十足地说道, 放心, 只要让我碰上他, 必打得他满地找牙, 孝天则是阴险地说道, 为了万无一失, 前长老那边我早就打点好了, 而且这小子毫无背景, 师兄大可全力出手, 就算击毙了他也是小事一桩, 前长老也很快就宣读完规则, 准备开始抽签, 只见手指微动, 两块可有名字的牌子从箱中飞出, 第一场, 由白玉楼刘狂孝对战骆云派陈鹿, 他的话音刚落下, 白玉楼校掌门就瞥向秦掌门, 看似劝慰失德嘲讽道, 秦老哥, 还是让这小子弃拳吧, 反正你们骆云派历来的连门大笔都是垫底, 任命总比丢命要强吧, 秦掌门则是冷哼一声, 并未与他过多争论, 一旁的李长老则是心中乐开了话, 第一场就碰上住击后期的刘狂孝, 我看你小子的好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而顾清云却是一脸淡然, 只是一个住击后期而已,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此时陆成已经与刘狂孝登上擂台, 随着前长老高呼一声, 比试开始, 陆成直接取出盘龙锤, 毕竟面对的是住击后期, 他也不敢怠慢, 刘狂孝也是立即照出四笔血色飞刀, 小子, 既然你得罪了我们少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随后不再废话, 直接欲误, 飞刀笔直地侧出去, 陆成也不敢大意, 挥动起盘龙锤, 将飞刀全部格挡出去, 就在两人一攻一攻间, 陆成突然感觉背后生出良意, 有危险, 幸亏躲避得快, 不然这一刀挨下来, 不死也得中伤, 再用余光扫过, 确定了刘狂孝还站在原地, 看来这是类似分身术一类的功法, 陆成顿感头疼, 真是难缠啊, 不过就算这样, 陆成也不准备一上来就放大招, 于是他就开始了拉锯战, 四处躲闪之时, 慢慢寻找破绽, 在绕场三周半之后, 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丝机会, 直接一锤抡了过去, 将那道人引打得支离破碎, 就在陆成以为解决掉这分身之时, 打飞出去的血肉, 竟然再次凝聚到一起, 仿佛是不死之身一样, 陆成也按道一句, 糟了, 连门大笔第一场陆成就碰上了筑击后期的对手, 而且还是一位修炼了分身术法的难缠对手, 陆成边站边退寻找机会, 终于在绕场三周半后找到破绽, 一锤抡出, 直接将那道分身轰的血肉分离, 却不想那分身的创伤竟然会自动愈合, 就在陆成感到不妙之时, 那分身竟然再次攻了上来, 并划伤了陆成, 而陆成却借着躲避的空挡反身冲向刘狂笑, 既然分身打不破, 只能对真身下手了, 然而刘狂笑看着飞扑而来的陆成双手结印, 小子, 你完了, 只见三柄飞刀突然变作三尊分身, 与之前的分身合围将陆成圈禁了起来, 陆成只得停下进攻的步伐, 双膝发力猛的跃起在空中向后翻转, 躲过四个分身的合力一击, 然而还不等他喘口气, 分身再度袭来, 陆成眼见双拳难敌八手, 只能使出一些手段了, 于是瞬间发动万劫不死惊, 将四个分身暂时逼退, 然后猛个跃起, 将盘龙锤静止甩向刘狂笑, 一道金色龙影咆哮而出, 刘狂笑瞬间召回四道分身挡在身前, 合力之下竟真的拦住了龙影攻击, 然而陆成却在这时念动法觉, 盘龙锤硬声炸开, 顿时间场上泛起金色海浪, 在场众人皆是吃惊不已, 刘狂笑也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直接引爆灵品高阶的法宝, 就在他抵挡爆炸余威之时, 陆成竟从烟雾中冲出, 带有雷霆之势的一拳正中胸口, 直接将刘狂笑轰出场外, 这第一战自然是陆成胜, 也正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取胜方式, 领德场下众人议论纷纷, 竟然会有人为了取胜, 会选择毁去一尊灵品高阶的法宝, 真是太败家了, 那可是高阶法宝啊, 就算是各宗长老都未必能够拥有, 甚至校长们都十分气愤, 秦老头, 你脑子被踢了, 秦为了这么一个小鬼, 就毁了那么好的一件法宝, 疯了吗? 就在这时, 弗林门掌门薛冯春获起了悉尼, 校长们不必动怒, 想来是洛云派这几百年来一直垫底, 如今有了一个好苗子, 重点培养也能理解,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说, 秦掌门就是不吭声, 看似淡定自若, 其实心中也是十分心痛, 他以为法宝是顾清云交给陆成的, 竟然一出手就毁去这么好的一件法宝, 看来顾长老与这小子关系不一般, 可陆成却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毁去一件法宝而已, 却保留了自身实力, 在他看来这是赚了, 因为他预感到很快就会被暗箱操作, 再次上台, 陆成自爆法宝后, 一拳击飞对手, 首战告捷, 取得胜利, 然而陆成并未敢能放松, 反而立即下台抓紧时间休息, 校天则是一脸愤恨地看着陆成, 可恶, 刘师兄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吗, 难道我复仇无望啊, 在陆成离开后, 第二场比试已经开始, 白玉楼弟子对战云水流门人, 不过这一场是势均力敌, 双方交战数百回合后, 云水流显胜, 接下来的数场比试也皆是同镜争锋, 修为旗鼓相当, 再也没有过类似陆成这种初期战后期的比试出现, 在第一批比试过后, 前长老准备再次抽取下一轮选手之时, 脑中扑然传来掌门的声音, 让陈璐与唐四对上, 我知道你做了手脚, 不过无伤大雅, 你只需按我所说安排即可, 对于自家掌门的命令, 前长老自然不敢不从, 于是再次暗箱操作起来, 接下来, 由洛云派陈璐对战扶林门唐四,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笑天顿时喜出望望, 好, 既然碰到唐四, 这下你可死定了, 黎芒也是喜笑颜开, 这小子可真是倒霉, 就连秦威威与秦掌门都面露难色, 这一下可怎么办, 陈璐怕是要危险了, 不过, 路程却是心知肚明,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想要夺了我钱去万宝秘境的资格, 可惜你们打错了算盘, 万宝秘境我确定了, 今日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很快两人就都来到了擂台上, 唐四说道, 我猜你已经没有第二件高阶法宝可用了吧, 赶紧投降认输吧, 我可不愿意背上的以强弃弱的名声, 话虽这么说, 动作却没有丝毫迟疑, 只见他张嘴吐出一口飞剑, 随后再次威胁道, 小子, 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这飞剑锋利无比, 出手避剑血, 如果一不小心割了你的脑袋, 那可怪不得我, 然而陆成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废话真多, 唐四便不再多言, 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随后不见他有何动作, 飞剑边刺行席向陆成, 感受到那凛类的剑气, 陆成也不再拖大, 毕竟是一名驻击后期的剑修, 肯定是不能在唐桌了, 随后立即使出万劫不死精, 来吧, 让我痛快地战一场, 当比试遭到暗箱操作, 对手成了一位高出自己两个小境界的剑修, 你会怎么办, 陆成面对驻击后期的唐四, 决定不再保留实力, 直接运转起万劫不死精, 随后整个人乘雷霆之势出击, 竟使出了全功率的奔雷诀, 其速度快到难以捕捉, 就在唐四感觉到不妙之时, 便已经晚了, 还不等他做出防御, 陆成的拳头就已经打到了他的身上, 只听砰的一声响, 唐四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笔直地飞了出去, 直至撞到身后的剑主, 还停下, 在场众人皆是吃惊不已, 就一拳, 就将驻击后期的唐四打出场外了, 看来这个陆成之前与刘狂笑的战斗, 没有使出全力啊, 陆成则是站在擂台上揉了揉手腕, 抱歉啊, 没受助理, 本想和他好好打一场的, 没想到他身体强度竟然这么弱, 边说着话, 还瞟了一眼前长老, 其中一次再明显不过, 我才刚让行身, 随时等你喊我上台, 就在这时, 烟雾散去, 扶林门众人围到了一起, 不知是谁率先喊了起来, 杭四师兄断气了, 这一生直接惊起千重浪, 陆成也没想到, 对方真的如此缠入, 而扶林门的薛掌门也瞬间不淡定了, 毕竟每一个住击后期都是门内亲力培养的, 进入万宝秘境再出来后, 可都是有望步入金丹的, 现在却在这种鄙视中夭折了, 这确实很难接受, 本来只是想要打压一下那个落云派小子的气焰, 没想到这一次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薛掌门顿时火冒三丈, 大庭广众下无法对陆成出手, 便转身向秦掌门发难, 秦老头真没想到, 为了这次大比, 你们落云派真是丧心病狂啊, 先是一件高阶法宝, 再加上一剂围禁丹药, 哼, 我看你们是疯了, 秦掌门门言立即反驳道, 围禁丹药, 你的意思是我们给他服了燃灵丹吗, 那种丹药虽然可以短暂的提升实力, 但后遗证巨大, 我事段不会让弟子服用的, 你未免太小瞧我落云派的风格, 对于这套说辞, 薛掌门却并不买账, 那你倒是说说看, 一名手无寸铁的铸鸡前妻修士, 怎么做到一击鸡杀鸡后期建修的, 如果不是他服了违禁药, 就是你们给唐四下毒了, 话已至此, 秦掌门自然不会再忍其吞生, 我落云派数百年生育启容你玷污, 今日你在污蔑一举, 老夫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与你开战, 薛冯春立即咬, 毕竟这个老家伙, 比他多修炼个几十年, 真打起来未必占得到便宜, 不过嘴上却依旧不依不饶, 难不成我福林门还会害怕你落云派不成, 因为陆成一时没有收住力, 竟意外将福林门的唐四一拳击毙, 而福林门的薛掌门又不好直接对他出手, 于是转头开始语言攻击起勤掌门, 谁知平日里一向好脾气的勤掌门, 今日竟然如同吃了枪药一般, 火气很大, 竟摆出一副立刻就要开战的架势, 眼见局势就要失控, 云水流成掌门站了出来, 两位都消消气, 加起来几百岁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般暴躁呢? 老秦呀, 毕竟薛掌门刚刚痛失爱徒, 言语有些急躁是可以理解的嘛, 再说这还在比试呢, 你们就别再让小辈们看笑话了, 见到有人出来打圆场, 两人也纷纷转过身去, 就给陈掌门一个面子好了, 不过薛掌门明显没有消气, 转过身就开始给前长老传音, 今天我要洛云派的弟子都通不过比试,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前长老立刻心领神会, 那么就继续安排洛云派的弟子对上自家弟子好了, 毕竟两派弟子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于是立刻安排好了下一场比试, 洛云派王女, 对战扶林门张胜, 刚刚训布出名单, 就引得洛云派这边哄堂大笑, 这个死胖子要上场了吗? 靠着舔猪卫长老才混到的名领了, 你可要小心哦, 看着他们竟然嘲讽自己人, 陆承心生反感, 眼神凛冽地扫了过去, 这群小喳喳立刻耸了起来, 不,我们只是在开玩笑, 别当真,再也不敢了, 见到众人闭嘴后, 陆承竟拍了拍王允的肩膀, 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 而后王允便带着陆承的鼓励走向擂台, 我会加油的, 我一定不会输的, 上台后, 静直接附上一层防御铠甲, 本来肥胖的身体, 静突然显得粗狂威武起来, 小胖子, 唐师兄的命, 就由你们这群若云派的弟子来抵吧, 随后不再废话, 直接甩出法宝开始进攻, 由于攻势太过迅猛, 王允一时躲避不过, 竟直接用身体硬抗了下来, 虽然这一击没有造成伤害, 张胜却并不着急, 反而双手掐绝, 哼,防御法宝吗? 我倒要看看, 你这乌龟可有多硬, 吃我这招, 爆裂流行锤, 只见原本乌黑的法宝, 竟然泛起了火光, 并且开始不规格的乱撞起来, 王允则是继续硬抗这一击, 陆成在台下关注着这位同门, 看来他是在模仿我对战, 流狂笑的那场比试, 等待机会, 一击绝杀, 而王允也确实如此, 用身体硬抗的攻击, 虽然攻势猛烈, 不过再没有机会, 他的防御铠甲前, 是不会有实质损伤的, 只要等对方露出破绽就好了,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 张胜在猛烈的进攻十余分钟后, 逐渐感到法力竟有些枯竭, 该死, 这胖子太能扛了, 再不用打招, 我都快坚持不住了, 于是瞬间收回法宝, 然后将那些流星锤, 全部融于一体, 小子, 吃我这一招, 爆裂元气弹, 王允看着飞来的巨大黑影, 不在藏桌, 等的就是你这一击, 随后竟双手还胸冲了上去, 再接触到法宝的瞬间, 使出能力, 反弹, 只见那巨大球体, 竟逆势飞出, 直接打回到张胜的身上, 瞬时间场上被一片火光所笼罩, 等到火焰散去, 露出了两人的身影, 张胜已经被烧得全身消黑, 道地不起, 而王允则是站在原地, 兴奋大叫起来, 是我赢了, 胖子王允面对着, 势大力尘的一记绝杀, 竟然正愿硬汗了上去, 随后体内爆发一股怪力, 看小爷的反弹神功, 竟直接将巨型流星锤推了回去, 战斗也在一片惊讶, 声中结束, 除了陆成, 谁都没想到王允竟能获胜, 随着他下台, 比赛继续进行, 不过由于前长老的刻意安排, 接下来几场洛云派皆是惨败, 仅有李莽一人勉强取胜, 就此连门大笔也落下帷幕, 最后佛林门入围十四人, 万年老二的云水流, 竟然只入围五人, 白玉楼八人, 洛云派则只有陆成, 王允, 李莽三人, 虽说对于陆成几人能够入围, 薛掌门感到不满, 不过一想起, 之前与校掌门的私下交易, 便喜笑颜开了起来, 请老头, 这次运气不错呀, 竟然入围三名弟子, 不过别像上次一样就好, 有命禁, 没命初, 请掌门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进入秘境后位置, 都是随机的, 只要不是立刻碰上佛林门的人, 那么入围的三人就还有机会, 可他哪里想得到, 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对二的局面了, 在确定过人选后, 万宝秘境的入口正好是罪薄弱之时, 在各家掌门一声令下之后, 众弟子纷纷涌入秘境之中, 陆成在进入秘境前一秒收到了顾清零的传音, 进去之后, 直接奔赴最深处即可, 找到阵眼, 召唤天节,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成语不成就看你了, 而此时的万宝秘境深处, 竟然有人在此节炉休息, 并且还有一只宠物不实地向他汇报外界情况, 当听说又是那四家派人进来, 男人一脸淡然, 一群蝼蚁罢了, 只要不妨碍阵法运转就行, 让他们自相残杀便好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继续闭关修行之时, 面前竟突然闪出一个头影, 老月, 先借探子来报, 白德的人下界来了, 目前就在你负责的北珠玉, 你必须要多加小心啊, 听到这话岳天阵猛然睁开双眼, 爆发出凛冽杀气, 终于还是派人来了吗? 万宝秘境正式开启, 陆维的弟子纷纷踏入秘境之中, 随着一道传送门打开, 陆成帅气落地, 上鼓奇物们, 我来了, 在略微感受了一下周围的灵气波动后, 陆成发现右侧竟然有战斗的气息, 立即决定先去看一看, 如果能来一场黑吃黑他, 也并不介意, 然而当他赶到之时却发现, 竟然是一只二阶的独角狂狮追的, 王羽上蹿下跳,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陆成果断出手, 仅是简单的一拳就将妖兽轰成了渣, 立刻就解锁了小迷地脱油平衣, 于是两人一同上路, 就在闲聊中, 陆成得知王云此行的目的, 竟然是一处藏宝地, 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地址, 陆成看着王云手中的法器, 竟也含有云水碎片, 立刻选择了吸收,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组, 王胖子, 我们冲, 然而此时在秘境内的某处笑天, 已经连同几位同门, 还有李莽正聚在一起准备狙击陆成, 甚至为了追踪, 李莽还将李长老的补灵盘都带了进来,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立刻就要追到陆成了, 他的气息竟然突然消失了, 而这一切皆是因为陆成想要快些赶路, 躲避一些妖兽的侵扰, 在系统商城中购买了一枚眼气珠, 笑天与李莽争吵之时, 陆成其实就在他们眼前, 可因为眼气珠的功效, 他们竟然看不到静在眼前的路程, 双方已经擦肩而过了, 笑天一伙人静不自知, 而陆成也不想因为这几人, 耽搁自己去寻云水碎片的时间, 几只跳梁小丑罢了, 等我办完了事, 再来找你们算账, 为了快速提升实力, 陆成选择与王允去寻找宝藏, 就连路上碰到的笑天一伙人, 他都置之不理, 一切都已寻找云水碎片优先,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很快就被他们二人找到了一处洞穴, 可这里却处处透露着诡异, 按理说, 这种秘境中怎么可能会有人修建十项供奉呢, 而且这类风格的十项之前并未见过, 难不成真相顾清云所说, 是上界之人所造, 就在陆成心生疑惑之际, 系统竟然突然提示到发现云水碎片, 随着陆成一步步深入, 系统则是疯狂地提示着发现云水碎片, 看来这次还对了, 王兄, 我们先将这些法宝收集起来, 之后再分, 画壁两人立即就动手开弓, 很快就找到了一大堆的法器, 陆成则是不停地吸收着云水碎片, 劫术和仙石都在疯狂地上涨, 这样一来, 我的修为可以直接飙升至铸鸡后期了, 到时候这秘境内应该就没有敌手了, 可是陆成脑中突然闪过周灵阳的身影, 可恶, 仅仅是铸鸡后期可不够啊, 这次万宝秘境之行, 我可是背着突破惊呆而来, 现在仅是入口就有这么多云水碎片, 再向里边走一走看一看吧, 于是两人便再次上路, 向着洞穴深处走去, 可两人越走就越觉得诡异, 不过还好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太久, 因为两人在深入一段后, 竟然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 前方竟然被一堵墙封住了去路, 陆成上前查看了一番后, 立刻发现墙面上竟然有阵纹浮动, 看来这后边应该有什么东西才对, 不过此时他正需要提升实力, 可顾不上那么些了, 于是开始运转弓法, 猛的发力, 甚至用上了节链秘法, 可是这墙面竟然纹丝未动, 越是这样越能证明墙后边的东西珍贵异常, 于是陆成立刻升级起节链秘法, 转眼间就提升到了圆满境界, 于是再次运转弓法蓄力击向墙面, 这一次墙体竟直接轰然倒塌, 陆成与王云也快速走了过去, 只见这处山洞内竟然空空如也, 陆成不免有些失望, 因为系统并未提示有发现云水碎片, 王云也四处看了看, 师兄, 这里什么都没有, 咱们走吧, 然而就在两人想要离去之时, 在暗处竟然走出一名白发老人, 你们两个小娃娃, 可是连门大笔进来的四派门人, 就在陆成与王云准备退出秘境山洞之时, 竟然被一名老太隆中的老人叫住, 你们可是四派门人, 陆成和王云对视了一眼, 不错, 我们是通过这次连门大笔进入秘境的门人, 你又是谁, 听到这话, 老人立刻心酸了起来, 真是天降狐心啊, 随后, 竟然一个剑步扑向了二人, 陆成则是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随后, 拉住了继续扑向王云的老人肩膀, 你还没说,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老人这台止住了身形, 我是云水流弟子, 性甲名化, 上次进来秘境中, 不知触发了什么机关, 被传送进这里, 整整百年啊, 今日终于可以出去了, 你们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陆成则是对他的话十分怀疑,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 你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助击修士虽然可以避补, 可以需要灵气支撑, 但是此处灵气明显被人截断, 你是如何坚持百年之久的, 难不成你自己带了座灵脉进来吗, 假话立刻说道, 你个小娃娃还挺激励, 来来来, 老夫给你看个好宝贝, 随后转身指向高出一朵灵药, 这是吉林果, 这百年来, 我正是依靠每十年, 吃一枚它的果实, 才得以坚持下来的, 而陆成与王允在看到吉林果时, 也不免被惊到, 这可是连合体修士都求之不得的好东西, 竟然会被他们在这里碰上, 王允顿时兴奋了起来, 这要是带出去, 直接可以换取海量的丹药和零食了, 而陆成却敏锐地察觉到不对, 不说这吉林果真是与否, 就凭每十年吃上一枚, 百年下来, 这老人也早该结成金丹了才对, 看来这其中有诈啊, 而此时, 假话竟然两手一摊, 这剩下的吉林果就赠与你们二人好了, 王允一听有这种好事, 立刻就跳起准备取下林果, 就在即将触碰到吉林果之时, 竟然被陆成喊住了, 胖的, 要命的话就别动他, 我们走, 假话立刻质问道, 你这是何意, 难不成我会害你们不成, 王允也是十分不解, 这到手的宝贝为何不要, 然而陆成却不再停留转身就, 你想死的话就留在这好了, 听到这话王允也连忙飞身追上, 还想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而此时的假话手臂迅速干扁了下去, 声音沙哑地喊道, 你们给我站住, 陆成则是自信回头, 果然有猫腻啊, 只见假话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具枯尸模样, 今天你们不把那东西摘下来, 谁也别想走, 陆成淡定自若地看了过去, 那东西是封印所在的, 还费心幻化成吉林果的样子, 用心还真是险恶啊, 你这个邪罪, 听到计谋被识破, 假话立刻飞身上前, 既然不愿意帮我脱离这里, 那你们两个就都留下来充当血肉贪食好了, 而陆成则是单手凝结雷法, 笑话, 就凭你现在驻击期的实力, 也想留得住我, 竟然有人胆胆威胁外挂王陆成, 在阴谋被识破后, 假话变成了一具行尸模样, 今日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 如若不帮我揭开封面, 你们就都留下来充当果腹之物好了, 而陆成面对这种威胁, 却浑然不在意, 想要留下我, 就凭你现在驻击前期的实力可还不够看, 于是立刻手劫雷法冲杀了上去, 仅是一个回合, 就将那邪碎轰杀干净, 驱翘也散落一地, 与此同时那枚吉林果也消散不见, 变换成了一柄短剑镶嵌在石壁之上, 胖主王女立刻大喊起来, 消失了, 吉林果竟然消失了, 就在陆成想要再次上前查看一番之时, 弟弟突然窜出数条藤蔓, 瞬间编制成一座囚牢, 将他们二人混在其中, 陆成立刻反映过来, 看来那句行尸也不是本尊了, 这些藤蔓才是正主, 既如此, 就不要再躲躲藏藏的了, 快现身吧, 随着他话刚落下, 就有一道身影从藤蔓中钻出, 可恶, 竟然损失掉了一具肉身, 你们该如何偿还, 看见这道身影, 陆成也愣住了, 这是植物修炼成精了, 听闻此言, 那藤蔓女立刻回对岛, 你们两个小王明白个屁, 竟然将本座笔都那小小妖物, 真是不知好歹, 本座乃是仙界地灵, 而等还不速速跪拜, 陆成则是见兮兮地笑了起来, 我管你什么灵, 反正, 你在我这是过灵, 现在的你, 也不过是助金后期的实力, 我劝你可不要自我, 文言藤蔓女立刻报道了起来, 无止小背, 如若不是被宝物封印, 杀气你们就如同碾碎, 蝼蚁一般简单,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帮我取下短剑, 放你们离开, 否则我便将你们吸干, 全都炼制成肉身傀儡, 画壁, 地面就浮现出一抹绿光, 竟是一道法阵, 而王语也立刻大喊道, 这阵法有古怪, 我的法力正在消散, 藤蔓女则是露出笑的, 你们至多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不过如果愿意助我取下封印, 我大发善心会放你们离开也说不定的, 然而陆成却是立刻拒绝了他, 想修法力, 那你就来试一试, 看看这雷霆之怒, 你能否吃得下了, 这个印堂发黑的女人死期将至, 竟然大言不谈的想要吸干陆成, 而陆成面对, 助击后期的对手也是十分主动,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胃口能吃得下了, 先是一记掌心雷迎头打去, 没想到竟直接洞穿了藤蔓女的身体, 不过陆成却知道, 这力道根本不可能伤到七本源, 恐怕这又是一道幻想罢了, 既然无法确定你的躯体所在, 那就直接将根部破坏掉好了, 于是陆成全力施展奔雷绝, 静止砸向地面, 果然这一击效果齐佳, 一些藤蔓枝条都破碎开来, 不过陆成却深知, 仅是这样还不够, 于是立刻照出系统面板, 开始提升修为, 转眼间陆成便突破到了助击后期, 身上更是散发出浩瀚的雷霆之力, 你再吃我这一击, 看看有几分宝, 陆成再度施展奔雷绝, 这一击之威恐怖如斯, 竟然直接将地面轰出树米的深坑, 横满囚牢也瞬间支离破碎, 散落一地, 陆成则是一跃而起来到短剑所在, 能够封印那女妖的宝物, 果然是拥有云水碎片在内, 于是立刻选择吸收, 没想到仅是这一柄短剑就收获了四千多结束和一百四十块鲜石, 这次真是赚大发了,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地洞山摇, 这山洞竟然要塌方了, 陆成与王允立刻向洞外跑去, 在最后关头终于冲出了山洞, 逃过一截, 而与此同时的秘境深处, 岳天镇猛然睁开双眼, 该死的是谁放跑了加固镇法的地灵, 狐狸, 你速去查看一番, 然后将这些下界修士全都解决了, 省得再继续惹出麻烦, 狐狸则是立即领命, 好久都没有尝过四角羊的滋味了, 这次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就在秘境内众人即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之时, 笑天竟然还在想着找到陆成厨调他, 然而他却不知道, 此时的他也已经硬堂发飞, 大难临头了, 陆成与王胖子在最后关头冲出山洞, 逃过了一劫, 再逃出生天后, 陆成觉得这一路走来, 王胖子秉性淳朴, 日后也可为自己所用, 于是决定收下这个小弟, 王胖子, 你可愿意追随于我, 别的不敢保证, 绝对能让你稳稳的成就金丹修士, 在陈思片刻后, 王允立即答应了下来, 小弟誓死追随陈师兄的脚步, 以您马首是瞻, 立即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了一瓶丹药, 这是楚源丹, 送你了, 希望你可以牢牢记住刚刚说过的话, 王允则是一脸震撼, 这元英七修士都眼缠的丹药, 就这么送给自己了, 果然跟队大哥混, 不会三天饿九顿, 之后便在陆成的带领下, 又寻了一处僻静清幽之地, 决心修整一番, 陆成也好再度提升一下实力, 此时的他已经是助击颠峰修为, 但想要凝结金丹提升金丹的品质, 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外物才行, 这系统商城之中倒是有一些顶级材料, 可是却没有最重要的通明灵器, 这倒是一时间难住了他, 上城的通明灵器全都把持在八大宗手里, 向外边这四个小宗门根本不可能有像样的通明灵器, 在一番斟酌后, 陆成决定暂时放弃突破金丹的想法, 富裕的结束和现实还是先用来提升战力吧, 毕竟还要去走一刀阵眼位置, 于是再次翻看起系统商城, 这一次可谓是财大气粗, 直接买下雷车剑, 地品上街, 纯雷至宝, 与雷系功法相辅相成, 在法宝到手的瞬间, 陆成便觉得此物与自己真是绝配, 等到日后突破金丹后, 定要将它好好祭练一番, 当作本命法宝也不错, 而一旁的王云也是兴奋至极, 果然自己跟了得隐藏大佬啊, 竟然随手就能拿出地品法宝, 却不想下一秒, 陆成就丢给自己一套铠甲, 这是血色灵铠, 地品下街的防御法宝, 当我的小弟, 总不能让你太寒酸了, 王胖的文言立刻穿戴了起来, 必定不能给陈师兄丢脸, 而陆成则是再次翻看起系统商城, 这次准备再寻一门工法, 在一番查找下, 竟真的被他找到了一门, 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工法, 万钧雷节神法, 天品上街, 万节之体, 太可修行, 以己成灾, 生化节, 或万能, 看到如此契合自己的工法, 竟然才售卖一百五十仙时, 陆成毫不迟疑直接买买买, 在购买成功后, 系统将工法直接传入陆成体内, 顿时, 黑夜中闪过一道雷霆, 划破长空, 亮如白昼, 在灌输完工法后, 陆成也明白了何谓以己成灾, 生化节, 便是将万节之体散发出的劫难全部收入体内, 再以自身为无, 炼化厄运, 转化为能量, 强化己身, 果然这工法便是为我而生, 大渊总孝天又又又一次失利了, 自从在洛云派被陆成击败后, 他就一直心怀恨意想要抱头, 本想在联盟大笔之时买凶伤人, 却不想陆成竟然自爆了一件法宝, 出奇制胜, 等到进入秘境后, 又联合众人想一同出手拿下陆成, 却不知是何缘故, 竟然翻遍了整座秘境都没找到陆成的踪迹, 反而自己的队伍接连遭遇灾祸, 上山遇狮子, 下海碰章鱼, 就连飞在空中, 还遇见几条翼龙, 就在几人准备放弃之时, 却偶然遇到了陆成, 这一下可把笑天给激动坏了, 瞬间带人包围住了陆成和王母, 王胖子还在疑惑李莽, 怎么和白玉楼的人混到一起去了, 哪知李莽和笑天的眼里, 根本没有他这个小角色, 胖子你给我闪一边去,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就在几人洋洋得意之时, 陆成双手环胸, 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道, 呦, 你们这是复仇者联盟吗? 一句话, 瞬间激怒了对面, 笑天这次不再跟他打口水战, 直接令人动手, 不用留活口, 白玉楼瞬间冲出三人, 少主放心, 此子必死, 只见树道法宝, 合力攻了过来, 瞬间尘土飞扬, 不过漫画铁绿烟大无伤, 只见灰尘散去, 竟然是王云挡下了这一击, 笑天精的口中, 都能筛下一个鸡蛋了, 他穿的是地品防御法宝吗? 这下可棘手了, 王胖子在挡下一击后, 立刻信心倍增, 想多我老大, 先问问小佑我同不同意, 这话简直如同火上浇油一般, 笑天立刻暴怒起来, 小胖子, 你很嚣张啊, 我倒要看看你能防住多少人, 都被我上, 四面围攻, 在他的一声令下后, 白玉楼姐立刻变幻阵形, 对两人形成何为之势, 王云这下有些慌了, 师兄, 我挡住他们你快走, 李莽却出现在了路程身后, 往哪里走? 今日你们都得交代在这儿, 可下一秒他的刚招, 就被琪琪砍断, 只见路程眼中闪过电光, 陆某本与你们无冤无仇, 不想过多纠缠, 不过既然都出手了, 那就怪不得我了, 随即手持雷撤剑冲杀上去,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将这几人的法宝尽数斩断, 此刻的他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而笑天则是如同吃了苦瓜一样,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这么强? 路程手持地品法宝雷撤剑如天神下凡一般, 将笑天一伙人的法宝尽数斩断, 这一回可直接将他们都吓破了胆, 直呼想要回家找妈妈, 而黎莽也是汗如雨下, 身体更是止不住地颤抖, 陈师弟, 求你了饶我一命, 我再也不敢, 然而路程却丝毫没有手软, 直接将他拦腰斩断, 随后看向了笑天等人, 笑天瞬间感觉后背生出一股良意, 糟了, 他不会是想将我们都留下吧? 想到这点后, 笑天立刻转身离去, 你们与他并无仇怨, 他不会滥杀, 只要帮我挡住他, 出了秘境后, 每人赏一件法宝, 随后便全速逃离这处战场, 转头却发现, 竟然被一只妖兽拦住了去路, 正是月震天派出来清理秘境的狐狸, 只见他瞬间张开血奔大口, 直接将笑天吞入肚中, 而白玉楼剩余几人, 也可谓是死中, 这种危机时刻, 竟然还想要为笑天诉仇, 然而小狐狸自然是对这些血识来者不惧, 使出九尾神通, 直接洞穿几人身体, 撒点孜然辣椒面, 香香了一顿, 手段之凶残, 就连路程都看呆了, 这是哪里来的山猫野兽, 也正是在这时, 小狐狸才发现了路程二人, 竟然还有两个鹿吼之鱼, 清蒸还是红烧好呢? 而路程却是毫无巨色, 甚至还主动询问起来, 你能口吐人言, 想必早已不是一般的妖兽, 怎还会做出吃人这种下等妖兽做的事? 听到问话, 狐狸桀骜不驯地说道, 两脚梁而已, 不就是用来果腹的吗? 刚才那几人修为实在太差, 吃起来无甚滋味, 你看起来修为不俗, 滋味应该极好, 说完便直接动用神通, 向路程攻去, 而路程则是左右闪避, 随后一个箭步冲出, 哼, 大人不惭, 也不怕把你的牙崩掉, 这只狐狸妖兽竟然想吃了路程, 甚至想到了做清蒸还是红烧, 路程自然是不能忍, 于是提剑就冲杀了上去, 看看是你的牙印, 还是我的法宝更硬硬, 然而才交手一个回合, 路程就顿感不妙, 这狐狸的皮毛竟然如拼袭戏一样, 连地品法宝都砍不动, 就在他分神的这一瞬间, 被狐狸抓住破绽, 直接用尾巴将它缠了起来, 路程也暗叫不好, 可是这狐狸尾巴竟然像蟒蛇一样, 狐狸大笑了起来, 你一个助击修饰, 能掌握地品法宝, 十之一二者不错, 又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听到他这么说, 路程顿时来了信心, 既然刚才那一击不够, 那你就来尝一尝这个, 直接竖到雷霆自体内迸发而出, 宛如雷神将士, 正是万军雷结神法, 瞬间便破开了狐狸的缠绕, 随后单手握住雷撤剑, 你吃我这一记雷霆怒斩, 看还防不防得住, 只见一道电光闪过, 这惊天反转,将狐狸都吓傻了, 怎么可能, 金丹修饰根本进不来,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而此时刚刚落地的路程, 又立即发动奔雷绝冲了上来, 金丹, 哼, 如果我是金丹修饰, 随意一剑便可杀你, 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而狐狸则是在硬抗了一击奔雷绝后, 便直接昏厥了过去, 路程则是在系统商城中兑换了一条妇妖绳, 将它捆了起来, 想要等它醒后打听一下, 毕竟那可是一大把抬破, 不过这狐狸脑子好像被打傻了, 在昏迷中竟然还说着胡话, 岳大人快来救救我, 路程立即察觉到不对, 难不成他还有恐怖, 于是立即将他摇醒了过来,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有你刚才一直念叨的岳大人又是谁, 刚刚睁眼的狐狸就意识到不对, 看来凭借自己是无法脱身了, 于是开始扯起了虎皮, 果乃是上进了煞星十月天镇的灵宠, 你现在立刻放了我, 本大人可饶你不死, 然而路程却并未听过这一称呼, 但如果那家伙也在这秘境中的话, 那么顾青云所说之事便多半是真的了, 难道这世界真的要毁灭了不成? 这只狐狸妖兽竟然胆胆恐吓路程, 快将我放了, 不然等我主人发现我不见了, 一切可就都晚了, 然而王允拒不吃他这一套, 废话怎么那么多, 大不了我们就从这遗迹中出去, 还能追出去找我们不成, 然而路程却是一规手将他拦了下来, 胖子, 停手吧, 我正巧想要去找这阵法核心呢, 将他交给我就好了, 王允却有些不太乐意, 大哥你别上头啊, 一只宠物都这么强, 他的主人肯定也强得离谱, 咱们应该赶紧离开这里, 可路程却心意已决, 此事也正是他竟然万宝秘境的原因之一, 胖子, 你在这里修炼就好了, 狐狸配我前去, 我自己有办法离开的, 放心, 一听说, 竟然有人主动要求前往阵法核心, 这不是提着灯笼上茅房, 找死吗, 狐狸阴险地笑了起来, 哼,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 不过你一个小小助击修士, 量你也翻不起什么风了, 等见到了主人, 有你好看的, 而此刻的秘境外, 顾青云正独自守在秘境入口处, 这已经过去一段时日了, 路程怎么还未引动雷姐, 难不成被发现了吗, 秘境内, 路程正拖着那只狐狸妖兽飞往镇塔核心处, 狐狸却突然问道, 小子, 你跟那白则到的人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 路程皱了皱眉, 白则到是什么, 看到路程这副表情, 无理又自言自语道, 也是, 你这么低的修为, 不太可能跟他们扯上关系的, 随后如画老板说了起来, 那白则到, 是上界的叛乱组织, 我也是前几日, 在越大人那才得知的, 百年前竟然派人下界来了, 不过他们可进不来这秘境, 就算进来了, 也不会是越大人的对手, 路程则是, 一边飞行一边消化着这些消息, 看来上界也很乱, 而就在这时, 路程好像看到了什么, 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落了下去, 真是天助我已, 路程在跟随狐狸妖兽, 前往镇法核心之时, 竟意外发现了一处宫殿, 果然是天助我已, 而狐狸则是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不是要去镇法核心吗, 到这荒镇来干嘛, 路程闻言立刻将他提了起来, 荒镇, 这旗内可是有镇灵守护的, 怎么可能是荒镇, 而狐狸却不屑地说道, 这八处, 丰天镇不过是大人刚下届时临时搭建的镇地而已, 早已经荒废多年了, 一听这话路程立刻兴奋了起来, 看来自己果然没猜错, 那我们就先去这八处荒镇再去寻你家大人好了, 随后进入宫殿中, 果然不出所料的每个石雕上都有云水碎片的气息, 路程一番大肆地搜刮后, 又找到了不少带有云水碎片的法宝, 而狐狸则是一脸比一地说道, 这种低端货你也看得上, 其内灵性估计早就消耗殆尽了, 可他哪里知道, 路程也只是用作系统回收而已, 等到吸收完所有的云水碎片后, 路程提起狐狸, 继续前往剩余几处荒镇, 随着一座座的荒镇被挖掘, 路程的结束和先世也在疯狂地增长, 等到出去以后, 想必自己的实力应该会来一次制的飞跃, 不久后, 两人再次来到一处宫殿前, 不过这座宫殿明显与之前的大不相同, 路程疑惑道, 你确定这也是一处荒镇吗? 狐狸却是十分心虚, 是啊是啊, 造型不同而已罢了, 路程立刻威胁道, 我劝你别动歪心思, 否则小心你的小命不保, 随后便进入了宫殿内, 可当路程刚进入其中就发现了不对劲, 整个殿内就只有一处祭坛, 路程十分谨慎地走上前去, 虽然系统显示着可以吸收云水碎片, 可路程却迟疑了起来, 还是要小心为妙, 随后转身便想离开, 可是狐狸在这时突然发难, 张嘴便咬在了路程的虎口处, 瞬间便挣脱了路程的束缚, 而后一口就咬住了那枚令牌, 只是瞬间店内就被紫色弥漫, 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路程脸色一变, 混蛋, 你干了什么? 路程竟然被一只狐狸算计了, 就在他发觉不对劲的时候, 狐狸竟然挣脱了他的束缚, 一口咬住了传送令牌, 瞬间一道紫色光柱冲天而起, 直接将他与狐狸吸了进去, 等到他再次落地之时, 已经被传送到了别处, 就在这时, 忽然有一道魂后的声音质问道, 你是何人? 路程立即寻声抬头望去, 心中则是暗道一声, 可恶, 中了这狐狸的尖镜, 这一下可怎么办才好? 这人的气息我根本看不透,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你周灵阳还恐怖, 踢到铁板了呀, 而狐狸则是在这时突然大喊了起来, 主人, 快救我, 这家伙可能是白则道的人, 闻言月天阵也是一愣, 白则道的人, 小狐狸立刻邀公司的解释起来, 没错, 这家伙一路上旁敲侧击地问我阵法之事, 肯定是与白则道有关, 听到这, 月天阵燃起熊熊怒, 那你还敢将他领来, 真是愚蠢至极, 我们谋划万年的大忌, 岂能因你们失败, 你们一起去见佛主吧, 随后根本不听任何解释,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这种时候只能凝杀错, 不放过, 只见他直接扔出一件应洗法宝, 在落下的瞬间又突然变大, 笔直地向陆成与鼓励砸了下去, 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陆成也顿时慌了起来, 这法宝的威势根本不是他所能抵挡的, 于是瞬间祭出那张顾青云交给他的符咒, 在千军一发之际, 形成了一道防护罩, 也算保住了一命, 然而月天阵也是立刻察觉出了不对, 这是顿天福的气息, 你果然是他们的, 随后又照出一块应洗法宝, 再度扔了下去, 想用一张顿天福保密, 你在做梦, 果然第二枚法宝才刚刚落下, 顿天福撑起了防护罩, 就立刻崩裂了起来, 随时有粉碎的可能, 陆成也是察觉到快撑不住了, 该死, 现在我也管不了你们之间的是非了, 还是保密要紧, 于是立刻换出了系统, 召唤日记, 月天阵也在这时又寄出一件法宝, 虽说有顿天福保护, 不过仅凭助机修为竟能坚持到现在, 你也算是个大财, 不过可惜了, 你既受了白泽贼子的蛊惑, 那我便让你不得,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间雷鸣大作, 整座秘境都能听到轰隆隆的响声, 月天阵也是愣了下神, 这是雷杰, 怎么可能, 在秘境外苦等数日的顾青云, 终于等到了雷云凝聚, 这个程度, 应该是路程引动的雷杰没错了, 只见雷云角洞, 刹那间便有一道雷亭进入了秘境之内, 只是瞬间就披露在了路程所在的阵法处, 而月天阵也是疑惑道, 怎么回事, 这是雷杰, 这个世界不是已经被我们限制住了吗, 怎么会有雷杰降临, 不过转瞬间他就明白了, 原来是你这小子, 万杰肢体嘛, 怪不得白泽贼的人会选择一个, 助机器的小鬼进来搅局, 不过凭此就想破阵, 你是痴心妄想, 只要你死了, 那雷杰自然会散去, 随即出手叠加上了第三块应洗法宝, 与此同时, 路程也感到压力倍增, 顿天福也即将到达极限, 只是坚持了数秒时间, 路程变口吐鲜血, 该死, 快扛不住了, 然而, 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 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小子, 你的情况貌似不太乐观啊, 需要帮忙吗? 路程立刻听出了, 这是悬天剑林的声音, 你有何要求吗? 被封印起来的悬天剑林咧嘴一笑, 当然了, 只要你让我控制你的身体, 我自然会解决一切, 包括那个杂毛我也能帮你除掉, 然而路程却明白, 他不过是趁火打劫, 想要借机夺射吧, 你别做梦, 就算死, 我也不会放你出来的, 而月天镇则是在这时感受到了第二道天结的气息, 这小子竟然还坚持得住吗? 不过就算你再顽强, 这一切也该到此为止了, 只见月天镇翻手向下一压, 第四块, 印起法宝也随之落下, 就在这一瞬间, 路程仿佛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都说将死之人会在最后时刻回忆这一生, 而他的脑中此刻则正在不断地闪出画面, 我已经身死一次, 系统又令我重获新生, 给了我一次复仇的机会, 现在我大仇未报, 又岂能就这样死去? 可恶, 我不甘信, 在月天镇的强力镇压下, 路程再也抵挡不住了, 随着一口鲜血喷出, 竟直接晕厥了过去, 而四块印起法宝则是层层叠加重力, 直接将它镇压入了地, 眼见法宝坠地, 月天镇才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会有万劫之体, 真是太大烟了, 不过还好及时镇压了它, 否则还真不知这天结能否劈开大镇, 哼, 你们这帮白则道的家伙, 还真是叫人心罚, 就在他自说自话之时, 竟然又有一道天雷轰在了镇法之上, 感受到这道天结的威势, 月天镇竟有些慌了, 怎么回事, 天结怎么还没有散去, 这小子不是已经被镇压了吗, 可下一秒他就发现不对, 竟然还没死吗, 而此时的路程正浑身散发着阵阵黑气, 明显是被玄天剑林主导了身体, 本大爷终于出来了, 拥有身体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而外界持续不断的雷结, 自然也吸引来了四大派的掌门, 到底怎么回事, 这雷电为什么一直轰击万宝秘境, 秦掌门却是说道, 这不是寻常雷电, 这雷霆之中蕴含的力量, 我都感到有些心计, 应该是天井, 听到这话, 校掌门还哪里能保持淡定, 立刻冲了上去, 我而笑天还在里面, 请几位与我何力破开秘境, 就出门下弟子, 可当他飞到秘境入口时, 竟看到了顾清云立于此处, 你是洛云派顾长老, 你在这里做什么? 顾清云则是十分淡定自若, 今日这里将有大事发生, 为了避免牵连到无辜, 几位掌门还是带门中弟子远离这里的好, 一听他这么说, 校掌门顿时来了火气, 怎么, 这雷劫是你搞出来的, 你在找死吗? 可他挥出的两道剑芒, 却是根本伤不到顾清云分毫, 看到这一幕, 几位掌门皆是吃惊不已, 而顾清云则是稍一侧头,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不过本座今日有要事在身, 只提醒一句, 别再上前, 否则杀无射, 四位掌门则是立刻止住了身形, 不敢再向前, 而此刻的秘境内, 月天镇竟然再次寄出法宝, 镇压路程, 可当法宝落下的瞬间, 竟被奇奇斩断开来, 只见玄天剑林一跃而出, 就凭这几件破法宝, 也想镇压本座, 当真是愚蠢至极, 玄天剑林一击破去月天镇的法宝, 腾空月起, 来到月天镇的面前, 而月天镇也是察觉到了路程的变化, 于是开口问道, 你是谁, 白则到的人吗? 而玄天剑林却并未作答, 反而是打量了两眼月天镇,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的, 要不是你, 我也出不来, 不过你刚刚竟然想要镇压我, 一个小小天仙境的修士, 怎么敢如此冒犯本尊? 听到他这话, 月天镇脸色一沉, 你说什么? 小小天仙境? 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我倒是想知道, 阁下现在不过是助击修为, 又是怎么敢如此大言不惭的? 玄天剑林双手一摊, 你说得不错, 这身体修为确实太低了, 不过本大爷又不用与你硬碰硬, 只需破了你这狗屁阵法就好了, 说完之后, 我看到了玄天神剑, 而月天镇在看到玄天神剑的时候也是一惊, 这剑是玄天之宝, 路主路成身体的玄天剑林自然不会给他解惑, 反倒是直接将神剑巨大化给我过, 只见玄天神剑瞬间就将大殿捅了个窟窿, 见到这一幕, 月天镇也是慌了起来, 快住手, 如若毁了法阵, 我仙庭必不会放过你, 然而玄天剑林在听到仙庭之后, 反而是更加兴奋了起来, 仙庭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那就更得破了这阵法才行, 随着他的手掌挥动, 巨大的玄天神剑镜直接向一旁落下, 月天镇还想用法宝阻挡一二, 可是根本就于事无补, 只是瞬间就被剑光给淹没了过去, 宛如半月的光辉, 一剑便将整座宫殿劈开, 再加上一剑围结攻击, 整座法镇更是轰然倒塌, 而此刻正在秘境外, 等待的顾清云也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下一秒秘境入口就陡然碎裂开来, 四名掌门更是吃惊不语, 这秘境的入口结界竟然崩碎了, 而此刻的顾清云也已经顾不上他们几个了, 瞬间就冲进了万宝秘境, 陆成,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了, 这并无论我们有增便能源于是3, 甚至你可不可忍有偏放, 处理 unified当性迅速忧转食,